那就這樣,應該不會了 那妳呢? 一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我今天 其實我有幾個框 就今天的框架 因為今天時間比較長 那我大概會分四個部分來談這樣子 那雖然就是 當然我會盡量比較接低氣一點這樣子 就是我會有幾個 至少當她還在這裡的時候 我走你們就可以去買幾個 不會啦,她很好 我需要這樣子的那個 不然就鎖在我自己的世界裡面 那也不是一件好事 對 一個部分就是說 就是最近的那個青年的議題 然後那部分的話 我相信您在月中的時候 其實有參加一個國際論壇 線上的論壇 阿B他們17歲那個做 就是COVID刊版的那個 對 然後所以我大概就是 我會先分 就是這個部分 先請先談青年這部分 然後問題我就主意就問下來 然後第二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們比較接地氣的部分的話 就是學習的部分 就是學習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很多人很想要理解您的部分 我大概我今天會這樣問一下 那我大概也知道您就是 也是在這個 我們這個對話的 沟通過的過程當中 其實對話的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會墊高我們裡面的內容這樣 不管是不是墊高或是水平 是anyway 然後第三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 就是我其實還是有一個部分 比較好奇的是說 就是說 之前 上次我們解放安裡面有提到 就是 儒家 然後還有 您也很喜歡 明天好幾次 你喜歡看《道德經》 但是已經很久沒看了 但您也講說 一以貫之 但是我對於您講的那個 莫子那部分有沒有 那部分其實 我後來回去再去拜讀了 它裡面其實跟您所提的那個 就是無政狀態 其實是很相近的 那這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說 要再進一步的往下 我們再挖下去 因為其實這也是我的毛病之一 剛剛其實莫也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您的文字筆 我必須 作為一個就是說 就是 您拋棄您的著作權 但是我要把您的話 就把它整理下來 對 因為 如果是 編寫可能是造神 但是其實 它又是另外一種 不能說造神 它又是另外一種 我上次也有提 就是說 就是我其實 跟您建立 也算是一種 遇見膛碰 破解膛碰 我很感覺是這樣 可是那破解 不是把你扎碎破解這樣 而是說重新 看到那個媒體書寫您 背後的您這樣 對對 我後來有回去重聽那個錄影 我不確定講的是你的 禍解了 就是 禍 還是破解 那個發音介於兩個字之間 沒有聽 對 都有 解禍跟破解 因為譬如說 我理解的對話 我其實是會有疑問的 當我今天在整理跟書寫的時候 我就發現 其實你的 為什麼人家稱呼你天才 我覺得那個天才 不在於IQ 不是量的部分 而是在於你的思索的過程 那思索的過程其實一通百通 對啊 所以這部分的話 第三部分的話 因為當然就是說 因為我們 因為是台日很煩的書 所以就是 後面部分可能 就是也是要跟您 請教就是說 台日的差異這樣子 那我剛剛就是說 我們 經過我們兩個討論之後 我想要把書去換一下 就是說 因為既然已經是台日出版了 放在網路上 大家其實也全部都知道了 而且我發現你真的是把自己捐出去 你知道嗎 就是 泡離在任何地方寫著任何東西 你的任何的足跡 這完整整全部都出去了 那 我把這四個框架 對還有一個部分 是我在路上也記得想到了 還有死亡的部分 但是這部分我們 青年的學習的哲學的 日本的還有死亡 對 但是死亡會我們留到最後 我們留到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一般人死亡也都是留到最後 對 等一下到六點半 今天禮拜五會 還好不是十三號 是 是 那我們反一下好了 因為我相信莫言想要了解 就是說 關於那個 因為是台日出版 然後兩邊的差異點 那我自己個人的理解是說 因為我那個什麼什麼 自由那種 嗯 它叫letters to freedom 不會簡潔 不會簡潔 天啊 對 麻煩自己就要剪掉 沒有啦 總之你還沒看過那本書 對 跟前兩本書 對 然後一個是比較講到你身體 但是你也了解就是說 既然都是台日和和諧的 那會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本身就是說國情也不一樣 對不對 那如果說假如 假如說就是就您來 我這樣問好了 就是 我 您覺得就是說 如果說就就台日和諧這樣來的 立場來看的話 您覺得哪一個議題有沒有 您覺得那是最適於兩邊國家的 地震吧 或者台風吧 為什麼 因為有相同的情感 怎麼說呢 就是我們這邊有921 那他們也有321 那兩邊都有大的台風 雖然我們今天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但是一般都會有啦 對 那所以對雙方來講 其實像你剛剛有提到一個概念 就是resilience 任性嘛 就是 不是人定勝天 沒有人定勝天這種事情 而是 大自然就是會發生一些狀況 那我們人怎麼樣子 確保說在大自然發生狀況之後 我們是抱著一種有點敬畏的心情 謙虛的心情 但是用這個當做一個很好的契機 把本來社會部門 可能彼此間沒有那麼互相關心的這些力量 讓它能夠結合起來 我們可以說921在台灣 是社會部門這四個字 第一次真的展現出它作為一個部門的動能 以前都是說第三部門嘛 志願部門嘛 NPO NGO嘛 慈善團體嘛 什麼之類的 但是那時候就發現說 你還真的非社會部門不可 它比經濟部門比工部門都踏實 都接地勤 都了解狀況 那這個對於就是整個社會部門的行程 在台灣非常有幫助 那對於日本的朋友來講 我這樣一講 他們去對照他們不管311還是其他的經驗 他們立刻就懂了 這個是馬上就了解的事情 但是對於其他沒有颱風也沒有地震的國家來講 這一句話就本身不發生什麼意義 理解 所以就是說您剛剛提到的社會部門 有幾個名詞 我可不可以請您 就是說 我想請您再解釋一下 就是說 就是裡面您的很多的那個對話 跟很多的那個訪談 都會提到所謂的社會創新 然後還有所謂的社會 地方創新 社會部門 還有社會 還有地方創新 那是順域漸進的 地方創新那是日本來的名詞 類似一個舶來詞 那是日本發明的 對 最早的時候 就是他們的一些衝繩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 對 那對您來講 這三個詞的定義 你要不要分別去定義它這樣子 我們再問不同 我想 社會創新是最好定義的 它就是眾人知識 眾人住之 就這樣 眾人知識的意思就是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眾人住之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參與 那當大家都參與 想出一個好的方式 這個新的方法可以擴散 造成公共利益 它就是一個社會創新 如果它只造成 特定的營業 事業體或公司的利益 那個一般我們把它叫產業創新 對 那但是如果它是造成公共利益 那而且大家都可以參與 這樣就是社會創新 就這樣 好 可以幫我舉一個例子嗎 舉一個例子 你要數位的還是不是數位 兩個都要 兩個都要 數位的 好比像我最近有一個社會創新 叫做hashtag 就是你在想到一個概念之前 放一個警號 那這個社會創新 是應該叫Christmasina 2007年吧 發明的 提出來的 那但是它發明這個的時候 並不是產業創新 為什麼 因為這不是任何平台的功能 推特也沒有這個功能 沒有任何地方 你加警號 有什麼特別的 但它就想說 發生災難的時候 或者是在辦一個大的活動的時候 如果所有參加的人 發推文 或者發其他的社群媒體的時候 都用同一個警號的話 那這樣就要做一個全文檢索 就可以好像是大家都在同一個聊天室裡面聊天一樣 對於訊息的傳播是非常的有幫助 當然這個到最後 就變成反過來 Twitter Instagram等等 好像非得加這個功能不可 因為社會上已經形成這樣子一種共識 就是大家都在這個想法前面加上了警號 所以後來這邊你只要按這個有警號的想法 它就連到所有正在用這個警號的人身上 這個叫主題標籤 那這個就是一個社會創新 因為第一個Christmas 那也沒有情歌專利什麼的 任何人都可以用 它用的方法也不一定是它本來想的方法 後來有各種各樣的用法 什麼冰桶挑戰之類的 那在台灣的很多人 是把它拿來當作粗體用 已經完全就是脫離 hashtag本來的那個意思 那 對 OK 好 對 對 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概念裡面 其實它就是extensible 社會創新的特色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再加一層意義上來 但是因為你加一層意義上來之後 也覺得這個當作粗體不錯啊 的人也就會因此來使用 所以它的那個擴散的程度又會越來越廣 越來越多 那這當然是社會創新在數位方面這個例子 那如果是 等一下 來 對不起 在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您自己本身 因為我不能有我的話來講 所以還是需要您幫我一個忙 就是說 那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我記得您好像也有 就是前面加一個警號唐鳳對不對 嗯 您是不是自己本身也有 也有做過這樣的事 比較少 警號台灣CanHelp有 我最常用的是警號台灣CanHelp 警號台灣CanHelp 可是有一個警號唐鳳 沒有嗎 還是我有看錯 我記得我有看到這個 說不定我有曾經用過一兩次 但是那不是故意的 所以用最多的那個是 但是我可能曾經講過說唐鳳這個 有點像是大家都可以用的一個 不管名字還是動詞 所以當大家在說唐鳳怎樣怎樣 或甚至說唐鳳講了什麼什麼的時候 就算我也沒有講過這句話 我就把它看成設計對白 看成一個創作吧 所以我對我的名字 並沒有這種執念 那我很好奇就是說 就是您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說其實我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您沒有進入閣的話 您會完全把自己捐出來嗎 或是完全嗎 我入閣前就已經是這樣了 我上次就是在金字天下 有一個叫做王韻玲的一位新聞工作者 那其實在入閣前他就有採訪過我 我也是自己拿一個攝影機 就像現在這樣子 對對對那個是對的 我有看到那一段 對對對 所以那個就在當時我就已經說 至少我的 對至少我的這一部分 要拋棄掉著作權 那後來他的那個報道 基本上大概也就是我講的話的主子整理 那這個對雙方可能都省一些力氣 對那但是確實對於很多採訪者來講 並不習慣 因為覺得說好像工作過程怎麼也公開了 那大部分都是說我們最後那個思想的結晶 是結果公開嗎 結果公開當然了 這個publish or perish 但是過程大家並沒有那麼習慣 公開確實是如此 對所以當時也當然是經過一番溝通 那在這個決定在2000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有看到這個歷程 對我也忘記 但是在這個決定的這個一剎那 你背後的 你背後那時候起心動念決定這樣做的原因 不過真的要講應該是大概95年吧 94、95年 我第一批比較認真看的英文的經典的著作 都是Gutenberg計畫的著作 那Project Gutenberg都是在一戰前寫成的 已經沒有著作權的這些公共領域的一些作品 那因為它沒有著作權 所以它就可以被翻譯 被很自由地轉換成各種格式 那任何人都可以總共學習 那可以說如果沒有Gutenberg計畫 那我也不會有這些比較經典的這些底子 因為我當時英文閱讀的速度並沒有很快 那我英文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是必須要慢慢看 那但是很多這些經典也不一定有中意本 或者有中意本的話 它的那個翻譯本身 比如說不定又加一些訊息進去 這些是很常見的 所以我可以用自己的速度 然後用完全不用付任何錢 就可以去看這些在公共領域的知識 那也是支持我可以不需要去學校 就可以完成我的研究計畫 對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狀態 對那最新的論文呢 又是在ARXIV這個網站上面也有公佈嘛 那同樣的它也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下載的 所以就是我們說民水思源吧 如果說我自己的習慣 我的知識取得的習慣 就是在這種拋棄掉諸多財產權的這種環境裡面養成 那很自然我幫忙改一些做字 我也不會覺得我因此就要抽幾塊板稅 那所以大概從9495年 我本來就是我的創作 我的時間當然可能很貴 一小時要收很多錢 但是真的做出來的作品 基本上大概都是免費的 理解理解理解 那就是你一直不斷強調所謂透明性的部分 對啦 好不好意思剛剛打斷了 那您剛剛講的第二個例子呢 對如果不是數位的 但是是社會創新的話 舉一個例子好比像說 戴口罩當作個人的Fashion的態度的表達 那從有一小男孩打電話到1922說 我有粉紅色的口罩 但是我不想戴 因為會被老師學生其他同學笑吧 那隔天指揮官就跟所有人一起戴粉紅色的口罩 而且指揮官還說粉紅包 是我小時候的英雄什麼之類 那所以突然之間那個小男生就變成最酷的一個男生 那然後大品牌啊全部都在就是推出各種粉紅酒店商品嘛 這個有一陣子粉紅口罩是非常強壽的 那當然在最近一陣子彩虹口罩也變成很強壽的等等 所以就是說每一個想盡辦法讓四分之三以上的國民可以戴口罩 勤洗手的公共衛生工作者都很需要這一類的社會創新 因為他讓推薦彼此戴口罩不是一個由上而下好像強制你做的事情 而是你看我戴了彩虹或粉紅的口罩覺得很炫 你就說哪裡買的 然後我就說這邊這邊可以買 然後你也就很願意戴起來等等 所以這個是達到公共利益 而且這個是任何人都可以想盡辦法去參與 變成花樣去參與 那同樣它也有擴散性 那所以絕對是社會創新 但是這個跟數位大概沒什麼關係 理解 所以其實幾個關鍵就是說在社會創新底下 您談到的就是說擴散 然後還有就是說 那擴散之後大家就願意有帶著花樣去參與 然後對嗎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參與 參與之後是達到公共利益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變成花樣 就是有延展性 就有延展性 那為什麼您會覺得就是說這個部分的話是 就是在日方 日方他們會比較跟我們有所謂的心有切切焉的感覺 因為同樣的就是在一個大的災難之後 那每個人都要想盡辦法 對不對 福島就要開始說他們的獅子 獅餅 這個 對 首相也要吃 這個也是社會創新 不要小看這個 對不起 所以您覺得就是說 就在那之後 政府單元 哇 真的蠻幽默的 就是吃那個也算是一種社會創新嗎 還是玩笑話 這不是玩笑話 這就是福島的那個獅子 他賦予他一個吃了就表示議會進行會很順暢 什麼之類的這種意思 對 然後 所以是把好像國運常夢跟災區的重建 透過一種非常創新 根本其實只是諧音吧 的這種方法把它聯繫在一起 那就是一個梗 對 但是這個梗它是有公共利益的 因為在災區之後他們的農業確實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回復 那所以這個當我講說 我們在地震之後 小林村滅村 那他們找到小林村的梅子 然後來做出他們當地的 不是只是梅子本身 而是包含各種加工品 有一陣子在高鐵上都可以吃得到啊等等 那這個就跟福島的獅子 幾乎是完全同一個故事啊 所以就您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日本人 就是可能會有比較對於政務人員 比較刻板的那一面有沒有 但事實上 在您的理解裡面 您覺得那個並不是刻板 是同樣就是說 兩國在一個同樣災難的情況底下 然後大家也認出來的一種共同的狀態 對啊 就是社會的羈絆 社會羈絆 在日本叫羈絆 對 我知道那個很難寫那個 對 理解 好 這個是我們剛剛所提的就是說 台日共同點 您覺得就是 還有共同點 我們講的是 有三個部分嘛 社會創新 還有剛剛我們講的 透過社會部門連結 達到地方創新 對 社會部門 然後達到地方創新 好 這是三個連在一起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有沒有 那您覺得還有什麼地方是 彼此比較相 相同的 可以 可以談的議題 就您不管是 入個前或入個後這樣 嗯 我想另外一個可以發展的議題 是 就是永續 特別是環境的永續 環境 特別是環境永續 對 以 就是聯合共同群發展目標架構來看的話 不管是循環經濟啊 或者是 我們要就是 減低溫室氣體啊 等等的這些題目 你 基本上在海島上面的感受是比較強烈的 那 就是不管氣候變遷對你的影響 或者是 不循環的經濟 像塑膠垃圾的影響等等 嗯 反正是島嘛 就一定會 看到海 看到海就海灘 立刻你就感覺的到 這些環境的影響 瞬間就可以有所感覺 對 那但是如果是在一個比較大的陸地裡面的話 當然也會有了 好比像說 雨林忽然之間失火啊什麼之類 那但是就是 除非是說 你跟自然生態特別近的地方 不然有時候你都市化 然後你又離海邊很遠 那這個時候氣候變遷沒有那麼有感覺 對 所以我是覺得 環境的永續也是另外一個題目 那你覺得為什麼兩者會有所謂的共感呢 都是島啊 都是 都是群島 所以前面的話是一個後天的 然後 第二個部分是一個先天的 我覺得全部都是前天的 我前面 對 地震跟颱風 也不是人為的 對 沒錯 只是說 對 但是它有可能是因為 好 我不要 沒關係啊可以 我不要自己聊天 歡迎聊天 我很想到不行 陳志歡迎 OK 因為那個 對 真的在服務 讀讀學戰 好 來繼續 我覺得用聊天的方式比較好 我也想要用聊天的 就像剛剛那個彩虹口罩 我覺得我也有一個 同事之間 因為大家會買不同顏色的口罩 然後互相交換 沒錯 然後我就會變成有各式各樣的 球員卡那種東西 對 我一個小小的故事 是呀 因為我也有一個 所以剛剛前面想問一下 後來想 我再講下去可能變聊天了 對對對 對 跟寶可夢問一下 你隨時看起來 沒關係你不要理我 我們是 我很福利的 好 那就是 除了大家都是一個島之外有沒有 一群島 什麼 對不起 一群 一群島 一群島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上次我們有提到一個部分 就是 為什麼 因為本來在 我們 就本來就是 鳳雲他們在 在 就是在 就是在 就是 不是開明 就是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提到 他們有整理出好幾個 觀音的幾個面向 那我們 我是上次有看到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 我們有提到的一個就是 有那個那個那個 環境永續這個部分 那但是環境永續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 您上次有提的是 您是以那個 你喜歡 SDG上面分的 你喜歡的藍色為例有沒有 那之前其實 我們回去也有討論這樣子 那這部分剛剛我們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可以討論的 就是說 日方還是這邊 我們可以討論的部分有沒有 那您可不可以再舉一兩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再將這個 這個議題再深入一點 除了就是說 因為像 你知道不管從經濟 一直到社會 一直到所謂的個人有沒有 那 現在這個議題很夯 尤其是說 像SDG有沒有 從 CSR SDG 然後ESG 對 防線政權 對 我很怕我 然後 這個部分的話 可不可以就是說 如果說再延展下去的話 那您覺得還有哪 除了名詞概念之外有沒有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台灣跟日本兩邊的做法 我們的相差異性在哪裡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都會接近日本 對 我覺得台灣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我們還是以中小企業為主 所以雖然當然我們的上市規公司 就像您剛剛講的 從一開始值企業社會責任的報告 到開始超過一半都用GRI做永續報告 到現在ESG治理已經變成就是鮮缺 公司治理3.0等等 但是那個還是上市上位公司 那但是以台灣最多的中小企業來講 其實很多他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是在做善事或者是幫助社區或什麼 他並不是用SDG那個框架在想事情 可是他非常積極的參與在地的 不管是輔助貧窮啊弱勢啊 這個助學啊什麼之類的 他們有非常非常多社會部門的參與 而且他們自己不管生產什麼東西 他們都非常願意用創新的方法 更有就是環境意識的方法來做 好比像說我生產這件衣服 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對那就是回收的飽特瓶跟咖啡渣嘛 對那所以像這樣子的材料創新等等 他們其實在做的也是SDG的事情 可是比較不會像大的企業 不管台灣的上市貴公司 或者日本的比較大的集團一樣 就是掛著SDG的牌子去做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這邊可以借鏡的 是把可能是產學合作 或者大學社會責任等等這些 他已經跟大學系統有一些關聯的中小企業 透過大學系統告訴他們說 如果你把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透過SDG的架構給出一個交代的話 那第一個你更有國際的能見度嘛 那第二個是說你就更有一些 志同道合的夥伴 可能你以前只認識在地的產業鏈裡面的朋友 但是其實呢可能在紐西蘭 或者在其他地方 有人因為跟你SDG這個主題標籤一樣 也在解一樣的題目 那所以你們其實才應該 就是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像我們台灣自來水公司的那個 自動偵測漏水 那他們就用SDG標定嘛 標定之後就發現威林頓也在解同一個問題 或者是說水盒子嘛 本來要解決農曆工廠的這個污染偵測的問題 可是後來發現 同樣是紐西蘭他們的乳牛的那些地方 他們的上游他們需要清澈的水源 下游有時候會說他們污染水源 他們當然都說不是我們污染的 最後在他們那邊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 就跟我們農地工廠是一樣的 這個雙方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解決 所以當你用SDG標定你的工作的時候 那就不是只是好像賺了錢做點好事 而是你賺錢的這個方法本身 就可以造成正面的環境影響 那不管是循環經濟或剛才講的這些 用技術的創新來解決環境的治理的問題 那彷彿您好像現階段都是 真的是把就是好像您的所有的 不管在談的事情好像都是 都是刪去不脫離公共利益 那當然我已經退休了 退休了當然就做公益 所以那個就是不管是書裡面 或在之前您所提的 真的就是所謂的真正就是裸修了嗎 對對對就是一般來講就是創業嘛 創業賺夠了錢嘛 賺夠了錢退休退休做公益 一般都是這樣 我只是創業比較早一點 所以你現在是70歲的老頭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對不起 理解 所以就是影響性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對您來講 那您覺得一個人他要怎麼樣 剛剛我們有提的 我們都是一群島嘛 循環經濟 然後這是兩邊的那個 那你覺得一個人要怎麼樣才可以 就是 就是 就是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你覺得最基本 我可以怎麼樣 可以一個 有基本知識 或是有時候 或是醫務教育的人 最基本 我可能我也不是一個 出生在很有錢的家裡裡面 那他可以怎麼樣 就是讓自己造成 對社會有一個行程 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呢 多用環保餐具 多用環保餐具 對啊 出門的時候 不要買新的保特瓶 去找旁邊的就是駐水站 在台灣的話 那個APP叫鳳茶 在日本的話叫賣蜜子 對啊 所以其實您會覺得就是說 我們生活當中有混的東西是 那捐錢啊 捐錢啊 我們最喜歡拜拜的 捐給你嗎 我說拜拜 我們不是很喜歡那種 就是寺廟拜拜那種的 對 我覺得信仰中心當然也很重要 每一個信仰中心 他都有去告訴大家說 我們怎麼樣更好的跟 後代子孫相處嘛 我們對就是長輩或者是祖先 有交代 我們也要對後代有交代嘛 那很多信仰中心 他就是把這種 往上三代往下三代 把它聯繫在一起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對永續的思考也非常有幫助 所以他其實就是說 在不知不覺當中 其實我只要行動人可以嘛 對啊當然 很多時候我們會有 可能個人不是很多人 就是一個 學知識上面的捆綁 然後會覺得說 好像就是應該要這樣子 然後就變 才會變那種意識 然後才會行動 所以我才會上次對您講那個對話 深深感動 因為他好像重拾了我的另外一個 對真的就像他講 他會你塞臉的那個部分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說 回到我們剛剛所談到的就是說 一個人其實他不需要多意識到什麼東西 他其實就是很簡單從身邊做起 多用環保餐具 然後還有就是說 少用那個就是 那個喝那個飽喝品 而且不知道對身體也不太好嗎 對不對 而且就是我覺得這些 大概簡單的來講 就是說 試著去想說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以一個 你是在一艘船上 那這個在日本或台灣 這個是因為是島 這個非常好想像 我們說同舟攻擊 同舟隱命等等 那也就是說 因為一個島 它的資源畢竟是有限的 你如果揮霍啊 浪費啊 污染啊怎麼樣的話 那個外部性就是造成的傷害 旁邊的人立刻就感覺到 這個跟一個 你在一個很大的大陸裡面 要就是開車開很遠 才能碰到另外一個人 是完全不同的狀況 對 那因為人口密度相對來講高 那而且又因為 這個一個島的生態系 它是相對來講 是必須自己自足 所以每一個人 破壞環境的時候 其實他同時也是在 破壞社會之間 彼此的信任 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台灣也好 日本也好 本來就是很有意識 在這件事情上面 並不需要政府 去怎麼樣大力推動啊 大家在這方面 其實都是很有功德性嘛 台灣這邊叫功德性 您覺得說 您真的這麼有信心 其實也是我的疑問 就是說不管我們今天在討論哪一個議題的時候 就是說您真的對於我們所謂的素養 不管哪一方面的素養 不論素養也好 或是說科技素養也好 或甚至您講的 就是對於環境永續的素養也好 那這個東西您真的覺得我們這麼的有這樣子的 價值 對呀 當然 的力量在我們 可是像譬如說 我剛剛做捷運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們就正在 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 就是吵起來了 甚至就是有人拿著那個 就是他們在對峙的兩方 就是民眾拿著那個 手機現在很方便嘛 我就對著你 然後他就說 我只聽到一句了 他就說 就是我也要把你 我要把你錄下來 才知道說你在證明 你在呼蔑我什麼 這不錯啊 蠻好的 有時候真的能量 為什麼 你什麼事情 這叫susvalence 就是反向監視 好 所以對您來講 其實這也是我覺得蠻精 那回到另 不是回 就是說 這也是我覺得蠻有意識的一個部分 就是每次當我在談到一個東西的時候 當然 如果說 等一下 我調整一下 就是說 您都會用一種 比較正面 或是另外一種方式去詮釋它 當然 因為這是 對我來講 這是empowerment 就是 他懂得這樣子 利用手機來保護自己 這個是增加他的能力 對 但是 就像 empower empower empower這件事情 其實你講了蠻多的 那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是說 對我來講 我本 之前 上次我記得我講父權 但我後來 我回去之後 我發現 很多時候 其實 大部分的時候 您講的是 所謂的征服 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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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要增 我知道 但是因為 增服是另外一個字 所以 這裡還是要做出區分 我知道 所以我發音不了 對 對 就是 這個 對你來講 這個 這個字 我應該怎麼樣去 去詮釋它 是一種正面思考 因為我覺得正面思考 好像會有一點是 是那種就是 失控的 疆念 也不是好像有點說教 對啊 理解 可是 可是我 感受到 為什麼我會說 就是面對面這樣講 不是說您講 就是說 你東西隨便用就可以 我覺得面對面 其實我可以感受到 你所講的 那些理念 其實是 您真的就是 真的去實踐它 就是你的理念 然後再到 實踐它 然後再到別人去 還有 剛剛您有提到的 為什麼我 我聽到那個對話 就是說 對話中間有一個部分 很多人把你 你中間那個 那個所謂的 所謂的共感 就像說 我上次一坐下來 我就說 那個 因為突然一回頭 看到你有沒有 然後人家說 那我好慢慢講 因為我們有把 我們的鳳魚非常好 然後把我們的竹子稿 整理出來 然後 我發現其實 那一上那裡 真的就是說 你說慢慢講 你對著我 然後其實 其實就像 你在講對話的那個過程 其實你是正在我的立場 所以你慢慢的跟我講話 這樣子 然後最後形成共識 但是大家把中間那個過程忽略掉 這樣子 那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當您在講 我們剛剛講的 你怕我這個過程 我相信一般人 也會跟我一樣 會有一些疑問 就是說 那這個是不是 也是因為說 只有唐龍才做得到 還是捷運商 任何人都做得到 對 感覺上捷運商 任何人都做得到 怎麼說呢 你剛剛都不再看到嗎 什麼 才看到有人用手機來 就是 suse balance 但是我不會 那也是一種 可是對我來講 我不會去覺得說 他很厲害很棒啊 超強的 我會覺得說 我會想到就是說 可能在吵架 可能在怎麼樣 可是對你來講 好像就是說 你心龍波蘭一樣 而且 您在思考過程當中 您給我的答案 都是一些 我覺得是很 正面的 正面的 一個 一個 訊息 或是一個訊號 但是那個東西 彷彿是像 現在的年輕人 他很難去接受到的 我覺得 我現在能夠接受到 可能是因為 我們年紀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 我可以 而且這樣就是說 其實 我的確 從 過去思考 你的內容 跟上次講的東西 我會花很長時間 每一個字 每一個字去思考它 所以 我其實比較 能夠進入你的 你的文字理念 可是 可是就一般 不了解的人 其實他 你覺得 你覺得 那個 真的是一種可想而知 還是說 他是可以練習 如果是可以練習的 那可以怎麼練習 可是 我覺得這是兩個不同的題目 一個是說 如果想要了解唐鳳 可不可以練習 一個是說 如果想要進入一個 看這個世界 可以用一種比較永續的 或者是一種比較 增幅的觀點來看 可不可以練習嗎 這其實是兩個 完全不同的問題 那因為 不一定要從我的角度看 每個人可以從自己的角度看 也是可以變成 王永續的方向去發展 不是說 你先來我這邊 才能夠去那邊 你可以自己去那邊 對不對 所以 你說一定要經過我這邊 去那邊 我覺得 可能有一點 言過其實 因為 我這邊講的 這個方向 那也是因為我自己的 生長的經歷啊 過程啊 那尤其先天性心臟病 這部分 這可能沒有辦法模仿的 對 那所以 如果是說 那你一定要說 先進入一個 波瀾不驚 然後基本上 情緒一下就過了 的那種狀態 才能夠去討論 永續發展目標 那這樣子的話 這確實感覺上 好像門檻很高啊 那但是並不是這樣嘛 我們有很多朋友 做永續發展目標的時候 他是帶著非常強烈的 各種各樣的情緒去做 那也很好啊 他可以有那種 創業的那種激情啊 他可以是覺得農地 要被破壞完的悲情啊 對不對 他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情緒 他不需要進入一個 波瀾不驚的狀況 但他還是可以 對永續做出貢獻 還是可以增幅嘛 就好像說 剛剛你提到 在捷運上面 做Source Balance 那一位朋友 他可能是在一個 對決的一個氣氛裡面 但是無論如何 他還是拉開距離 還是有Empower自己啊 所以可見 不是內心要先到 波瀾不驚的狀態 才能做出公益的貢獻 這兩個沒有什麼必然關聯嗎 這個層次我能夠理解 那我 可是我如果把它縮小一點 就像你講的就是說 它分成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就是說 那那個就是 做永續這件事情有沒有 他可不可以拿來做練習 您剛剛的答案是說 其實不盡然嘛 就不用先練破爛不驚 可以先用你自己的方法 去接近永續 每個人有自己的方法 那我的方法是這個 但是你不需要從我這個角度看啊 每個人從自己的角度看 都可以看到永續 因為永續講穿了就是 你登出的時候的世界 希望他比你登落的時候好 那很少有人會反對這一點 對 這個其實也是 就是better 就是 對啊 對就是 對啊 除非是說 一個人他被強制登出了 或者是自己把自己強制登出了 不然的話 一般來講都會活 比較長一段時間嘛 那在這個時候 當然大家都有充足的時間去想說 那到最後就是登出的時候 那我做了哪些事情 讓在我之後登入的人 來的世界 比我當年出生的時候好 那每個人想這個一定是不同的角度 不可能用同一個角度 但是 只要用這個角度去想 一定都是往永續的方向 那如果就您這樣講的話有沒有 那為什麼還那麼多的年輕人 我想我們先講父母 他發生了就是自殺的事件這樣 好可怕 提早登出 對好可怕 那天剛好就在台大 就在那個門口 對 我是覺得當然大家對於年輕人 到底要在社會上面做些什麼 的這樣子一種社會期待 或者是社會的壓力等等 那這個部分確實是 對很多人來講 他好像沒有辦法先說 那我先休息 或者我先休息一下 我先不要回應社會的期待 我先自己這個找一下方向等等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是在一個 不是用成功或失敗來區分 而只是用 那你現在感興趣的題目是什麼 來區分的這種世界的話 那自然就沒有人與人之間的競爭 但是在台灣 尤其是那些考上特定大學的人 來講 他可能從小有聽到一些 關於個人跟個人之間的競爭力的這種論述 那這種論述是非常不健康的 在心理健康上面來講 而且也是不必要的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是團隊跟團隊競爭 幾乎個人跟個人競爭 可能只有田徑場上面才有的東西 對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一個根本其實不是真的的一個虛擬的個人跟個人競爭的這個狀態裡面 然後又覺得說 好像承受壓力的時候 他不能稍微休息一下稍微停一下等等 那這樣當然就會開始覺得說 那那就不如當初好了等等 但是我覺得那只是symptom 就是這個社會的一個並爭吧 但是我們真的要去深究它的成因的話 那說不定還是個人跟個人之間競爭 這個我們應該直接廢除掉的一個想法 但是會不會這個就是停留在 就個人跟個人之間的競爭 會不會只有 因為我也在思考這個部分 就是說就是這個會不會就是說還是停留在概念上 或是我們常會講說 父母的態度要先改變 或是教育體制上面要做一個大的改變這樣子 那我們課康改了 整個大考的做法都改了 我們已經基本上班級裡面的排名 大概不太可能被採集當作大學入學的來源了 那當然是靠學習歷程等等 可是這個上次我們也討論過 就是說這部分的話 其實也是我想要追問的部分 而且才剛改了 所以其實還沒有真的很落實 這我也了解 對 因為前一陣子還有最近質詢也拼命 往這個部分再打這樣子 因為大家很難很難習慣 以前competence被翻成競爭力 雖然是翻錯 但是大家已經習慣了 培養個人的競爭力 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又有一整個產業 以這個為衣龜 那現在你突然要大家要改說 沒有啦 個人之間沒有競爭力 只有核心素養 這個真的很不習慣 就好像說 就是 我這一代 或更稍微 年紀長一點的朋友 他用免洗餐具 並不是因為他喜歡破壞環境 而且那時候有B型肝炎 大家都被教育說 你用免洗餐具 才不會得肝炎等等 對 那現在當然B型肝炎 吃顆藥就好了 其實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了 但是小時候養成的習慣 確實要比較久才能改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就是說 就像你剛剛講到一個東西 我覺得很有感 就是登錄 大家都會希望登錄比登出的時候好 登出的時候的世界 比你剛登錄的時候好 對 登出的世界好 這樣 等一下 我就要問什麼 然後一直 對 就是大家在 但是 我知道我要問什麼 但是 問題是說 就是 我只能感受到 就是說 我們有慢慢在進步 當然有 然後 可是那個時間 有多長呢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 就是我要等到什麼時候 地球滅亡嗎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說 就是 可能要等到地球滅亡 確實 那就不需要 什麼都不需要了 不會啊 那時候就到火星啊 迎合其他地方 其實我都想馬克力士一樣 對 對 好 然後 問題是說 我面對大眾的時候 或我面對 我可以這樣想 但這樣會不會有點是獨散其身呢 因為 我畢竟是社會 因為自己是歷史上不斷在變正 那我生活在社會群體裡面 事實上 譬如說 為什麼他會有壓力 因為日方那邊可能給他壓力 然後 為什麼會有壓力 那可能就是說 我會覺得說 我現在好像單純的 我就是很單純 我就想 我就是想要好好吧 就聊聊天嘛 這些題目聊清楚 對啊 剛剛競爭 我覺得還沒再多談點 直接把競爭的觀念廢除掉 這個想法 個人的競爭 個人的競爭 可是 我們大家也知道競爭 有的時候還是有帶來一些 團體之間的競爭當然也帶來進步 但現在幾乎沒有什麼個人之間的競爭 因為沒有什麼事情是一個人做得完的 是 團體的競爭帶來進步 確實是如此 您可以幫我舉一個例子嗎 而且是比較 很多 我知道有很多 但是除了就是說我們 疫情期間發生的問題 還有就是我們也知道說台灣就是 這幾年的能見度 包括就是這兩天有沒有 這一天 那個美國的環保署長也來台灣了 對不對 那我們也知道說台灣 其實不管還有黑洞之影帝 這樣也是我們台灣拍的嘛 對不對 然後 就是我寫過 對啊 然後那個 對 可是我還有 對很多 很多 對啊 除了我覺得例子之外 因為我不是唐鳳 所以請您幫我們舉一個例子 然後還有就是說 剛剛所提的就是說 個人競爭力不能 就是說 因為個人競爭力 這就是當年的一個翻譯錯誤 在國外並沒有這個概念 它就是把competence 有人把它翻成競爭力 翻錯了 就這樣 那你覺得怎麼樣翻比較好呢 competence 一般翻成核心智能 核心能力 核心素養 這些都有人翻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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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個人 有沒有可能 有時候也是透過個人競爭 然後我們自己得到一些成長 就是說這些競爭也不一定永遠 都是這麼有具有毀滅性的 有的時候他可能 對當然啦 就是說所謂運動員精神等等 對但是我的意思說 那還是 不是常態嘛 你不是每天都在那邊 跑百米競爭嗎 那可能就是就是發生運動會的時候 在比賽一下 那但是絕大部分時候還是跟自己比啊 就算你是職業運動員 最個人競爭的那種職業運動員 先不將團體賽什麼的 你絕大部分時間還是跟自己比 那而且這已經是人類群體裡面 最個人競爭的一群人了 絕大部分都不是這樣子的 但是但是我還是想要 對那團體競爭帶來進步 老闆喜歡他的員工競爭 老闆如果喜歡他的員工 彼此互相競爭 那他的這家公司就比較沒有競爭力啊 因為他會內耗 他會輸給就是員工彼此合作的公司 合作的啊 很明顯啊 你怎麼說呢 舉例來講 非常多的例子 好比像說 在那個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那個題目裡面 Human Genome的那個題目裡面 那就是靠就是開放式創新 互相合作的那一組人 對那想盡辦法去 跟就是比較追求商業利益短期 想要把什麼東西都主張 就是有專利啊等等的另外一組人嘛 那這兩組人其實這組先開始 但是因為追求公共利益的這組人 雖然一開始看起來有點像一般散沙 但是他可以結合各部門的能力 而且大家都是真的為了公共利益而行動 所以到最後就真的成功的阻止了 人類基因組變成某家特定公司的專利 這個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是這個其實您也有講過 可是這個部分是團體競爭歷代的進步對不對 但是剛剛其實鳳儀他提出來的問題是說 可是我在組織裡面我每一個 我都是每個個體嘛對不對 我有我自己的主體性嘛對不對 我知道您上次說您比較重視的是 前面那個英雕內條裡面那個英雕 你覺得那個 subject 那個是比較 也不是不重視是比較白來紅 可是您不可否認就是說 我們在組織裡面我們在社會裡面 我們都還是每一個個體嘛 那我們每個個體其實都還是在境界當中 那您講說就是說有很多的企業裡面 有很多企業這樣子變成一種內耗 可是 但好比像說你們兩個現在就是彼此互補的關係啊 如果現在是你訪問我一小時 然後他再來說啊算了再訪問我一小時 然後你再訪問我一小時 然後你們彼此競爭彼此都互相互比對 然後這個他的主子都會給你看等等 那這個絕對是沒有效率的 而且到最後這本書他還寫不出來 可是那是因為我們是partner的關係啊 是啊 那所以為什麼人會組織起來 就是因為有一些分工 不是一個人能夠做得完的嗎 講清楚就是這樣 所以人跟人之間的彼此競爭 他是只有在真的像田徑場上的那種 非常非常特定的情況下才會發現 絕大部分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跟別人彼此競爭 你根本不會跟他組成同一個團隊啊 你就會去跟自從道口的人組成同一個團隊啊 那這樣子會不會有一點就是 就是所謂的獨散其身的一個小團 就搞小團隊啊 或是說會變成一種專案式的方式 譬如說好呢 這沒有不好啊 可是那為什麼現象的狀況底下 他會一起有就是一個禮拜會有三期的自殺呢 然後我當然知道說 那我剛剛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對於特定的大學的學生的社會期待 就有一點像是田徑場上那種完全人為的 個體跟個體競爭的那種狀態 但是其實那是不必要的 我剛剛的主要論點是這個 理解 好 如果您主要論點是這個的話 那您怎麼樣去解釋 就是說我們還是標榜的所謂的 其實在不管是我們就是美國好了 好 美國的那個就是我們還是會標榜 所謂的長學等大學 好 那如果 有啊 有啊 好 美國人可能還會標榜 對 台灣人還好 有啦 好 那我這樣問好了 就像我剛剛其實一段一直不斷在思考 因為我大概知道您也會否定掉這一點 如果您否定掉這一點 那我想請問 我想請問就是說 那為什麼 當我們看到就是 美國 衛生 美國那個環保 環保 署長 他來的時候 我們要標榜就是所謂的就是說 美國也來了 這樣子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要說中國也來了 不過我們就是 坐在那邊 我們就是 我們也有派人去武漢 調查他們那邊的狀況 為什麼我們不要說中國 說 說 說 歐洲好了 我們其實潛意識裡面 就是說 我把話講好了 就是說 我們潛意識裡面 對 我覺得那個捷克人來說 他是台灣 或那個波拉格的那個市長 史丹利克 說他最喜歡穿山甲 貓雄算了 等等的時候 我們大眾也是很開心 不是因為他是捷克 而是因為就是 感覺有共同的價值 理解 那我也能夠理解您講 就是說 就是在常態裡面 其實您的觀點是說 就是說 在目前的大學裡面 或我們的社會 組織裡面 有沒有 那我們比較強調 所謂的田徑廠式 人為式的競爭 有沒有 就是個人競爭力 任何時候出現這五個字 那他就是對 可能精神健康是有害的 那你也不可否認 為什麼今天就是說 今天即使 就是說今天大家當 我就以民為例好了 就當今天大家在談論 談論到您的時候 其實標榜在你身上的 所謂的很多的標籤 或是今天 為什麼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不可否言 其實你也是一種 一個成功的代表 甚至有人會講說 19歲 有沒有 您的第一篇文章 19歲的創業神童 創業CEO 你其實也是 某一種成功價值的代表 其實是15歲 但是anyway 19歲是第二次 對 其實這樣沒有錯 可是那並不是 因為我擠下了任何人 創業的特色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創業 我不需要有個人競爭力 我也可以創業 大家看中的是說 我創業這個題目 它對社會帶來了什麼學習 或者它解決了什麼社會上的問題 大家看中的並不是說 我在田徑場上面 比另外七個選手都跑得快 沒有這種事情 對 那所以對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確實大家會去稱讚 那種願意幫整個社會 擔負風險的人 好比想說創業家 那是真的 那是因為我們如果不稱讚的話 說真的 它沒有什麼別的動機 去幫整個社會冒險 對 因為其實是很辛苦的事情 對 但是這個並不是零和的 也就是說 並不是說一個人去創業 它就排擠掉其他人 最好大家都可以創業 每個人用一個不同的角度 試著解決問題 那這個精神 我想在台灣市 大家就算在大的公司 工作了一陣子 總是某個時候會想說 那我要不要出來創業 這個在台灣市 可以說是一個DNA 就是 等一下 你還是沒有正面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說 我是有個人競爭力 並不是這樣子 你只能是說 我比較早進入 大家可能覺得需要稱讚一下 因為是有那個膽子去創業的 那種所謂成功人士 但是這個跟我剛剛講 個人跟個人競爭 是不相干的兩個範疇 沒有 您用另外一種解釋方式去逃 去逃避你 就是 聽我講白一點好了 就是說 我承認您所講的 而且其實您用另外一個答案 回覆我了 然後我也能夠理解您所講的 可是我想要 我直接 我想要講就是說 我們也承認您所講的 那種狀況 所謂的個人競爭力 那種狀況 可是事實上 我們 講外商就好了 或是我講一個詞就好了 那為什麼公司要有KPI 年底要打烤機了 我們現在都用OKR了 以前沒有這樣 可是沒有錯啦 那OKR那個其實 講白一點 講白一點 對 每年KPI還是要看的 而且他訂得多細啊 是是是 對不對 您也知道就是說 很多人知道 但你看OKR的概念 就是工作的人自己訂 KPI的概念就是別人幫你訂 那這個就是差別 可是那個是 是不是也是因為說 就是您今天是 在公務門裡面 因為其實您有提到一個觀念啊 因為在公務門裡面有沒有 我們每一個人其實就好像是 你的老闆一樣 每個人投票權 對啊 所以我們每個人對我們每個人 你就算還沒有投票權 很快就會有啊 對 就是說如果是很年輕的人 對 對 這個我能夠理解 但是問題是說 就是我要怎麼樣破除 就是說您告訴我 在您身上 當然我沒有疑問 不然你今天不會坐在這裡 對 可是為什麼今天我是坐在這裡的 對 因為我永遠要被所謂的KPI 那你會考慮考個高考什麼 哈哈哈哈 我覺得競爭是很好的題目 應該是說一般人大 我們每個都有這樣的經歷 競爭有不好的地方 也老實說 對於我們一般人也有帶來 一些 有些外在的刺激 對 或是有些人他天性 他就是耗盡 耗盡 對 他就是靠著這個 這個我理解 我也年輕過 就我了解 所以說我們今天 你也很年輕啊 對 就是 聽這件事情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跟他 回應 年少的很年輕的朋友 喜歡看生活演藝 這個我們了解 喜歡看水舞傳 這個我們了解 對 那但是就是 大遊戲的 對對對 那對啦 互動是 互動是 三觀音學互傳 但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當然人在個體化的過程裡面 你給他一些無上大雅的 大大球啊 什麼 就是讓他有機會體驗 贏過別人的感覺 體驗輸了 但是很有運動人精神的感覺 這些 當然對於人格成長 所謂build on 這個素養的培育 這大概都不是壞事 這個我也同意也很支持 但是我在講的是說 那些是類似好像 業餘愛好那樣的東西 就是說 你在裡面去體會到一些 重要的一些精神 但是並不是你 全時間就做這個 而且也不是說 社會期待你全時間就做這個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競爭所帶來的 就是給自己的刺激啊 進步等等 人跟人之間的競爭 你一天如果花個 一兩個小時那無上大雅 但是如果一天十六十八二十小時 都在這件事情上面 那很容易造成 就是精神上的過分的負擔 其實我不是一直要就在這裡面 而是說 甚至就是說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的 不要叫我個人 對 就是 你一個個人應該可以代表 後面有很多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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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人 某些人 我朋友 我朋友就最好 對 asking for a friend 對 就是我 我朋友 他們有些人在外商 或甚至 可能所謂的在那個 Tub1 我已經關起來了 這Tub1的企業裡面 他們其實 而且都是從小到大 都是不管在國內外 都是一流大學的這樣子 那 可是他們 會告訴我 就是說 我就是他有工作或家 對不起 我其實我真的關了 沒關係 無所謂 已經很好了 這個鈴聲比上次小了 沒有 你有煩嗎 每次都有進步 這樣搞得我也好緊張 沒有我真的很關 而且他 OKOK 好 但是他就是從小到大 他就是 不管是國內外 他都是一流大學 然後他是一個好的工作者 好的媽媽 然後 可是 他會 他會告訴我 就是 他會問我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這樣講 就知道是誰 好 就是說 他會跟我說 他其實很不想要在某一段時間工作 因為他想要陪小孩 但他沒有辦法這樣做 因為他如果這樣做的話 那他可能 就是 之後的資源或機會都不是在他身上 這是正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後來他沒有做這樣的選擇 然後 他 他就是跟他的同儕一樣 就是 他認為不合理的狀態 但是 他還是這樣做 但是 他問我說 我這樣是不是 是一種奴性 或甚至就是 有一度 他 他跟我講說 就是說 我覺得 他的信心被打垮了 可是你知道 他在我心目當中 是一個 我所謂的第一 真的就是 好 我們社會價值的人 理解 也永遠第一名之類的 成功勝利 人生勝利組 對對對 然後可是他是一個很謙虛的人 他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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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驕傲或什麼 他 那個就是 他很難想念書 念書跟求職不一樣 但是他就是把事情 會做很完美的那樣的人 這樣 那 你看就是說 我們剛剛在討論這個事情 為什麼 要 我不是要糾結在這點裡面 而是說 他的環境其實不允許他 就是說 拋棄所謂的 個人精爭力這件事情 那我當然知道就是說 你剛剛你的建議 我媽碰到同樣的狀況的時候 她就立志了 然後跑去創業 她創業題目 就是 創業週刊 對 她媽不是那個 種子 沒有 她先創創業週刊 她是創業週刊第一批的創業 不過她沒有 沒有待多久了 就去弄 就是教育的部分 其實我第一次知道 剛開始的時候不是 就是何先生跟那個 曾先生 很多人 還有那個 可以寫嗎 可以寫 這是公開的事實 這是公開的事實 當時我在 就是雙向面試 林全老師的時候 她第一句話 就是說 我跟妳媽當年一起創業 對 林小青老師 對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總是有選擇的 但是確實 就是如果本來那個環境 特別不友善 你要做這個選擇 機會成本非常高 這是真的 對 那 如果說我 沒有那樣的選擇 成本怎麼辦 嗯 你的建議是什麼 你的建議是什麼 應該 這樣講 我好害怕 應該分兩層 應該分兩層來看 一層是說 就是說 如果你付不起這個機會成本的話 那 有沒有可能 還活得下去 這是一個 這個是比較是屬於社會安全網 這個層次的問題 那第二個是說 假設其實社會安全網 做的層次沒有問題 你可以靠 嗯 國民年金 之類的這些東西 就是其實還是可以回一陣子 那那 但是必須要放棄掉 自己從小 覺得自己就是比別人強 就是第一名 或者就是一個成功者 勝利組等等 而必須要就是像我剛剛講到的 就是 除了登出之外 其實還有休學這個選擇 但是 對 然後休學了其實也不會餓死啊 那說真的 台灣下社會安全網還不錯 所以 但是 為什麼那些登出的朋友 沒有想用休學 或者是用 他就休息一陣子 的這個選擇 而是用登出這個選擇 對不對 那是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對 那第一個層次是 完全可以用事實性的東西來回答 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夠好的 我們的失業補助 我們有沒有夠好的一些 救濟的一些制度 我們的社工人員做不足夠等等 那這個是完全可以用數字來回答你 那但是因為 我不確切知道你的朋友的狀態 所以我現在這些數字套不進那個公式裡面 但是 假設我確切知道狀態 那我就可以告訴你說 其實 即使他所謂失業 他還有多長的一段runway 對 那這個是事實層次的 那第二個是感受層次的 就是 假設這個runway其實還算夠 他也可以就是中年轉業什麼 但是 他對自己的那個形象會不一樣 那這個是最難的 這個 這個才是很難的部分 那但是這個部分 我主要的建議其實就是 換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 所謂換一個不同的文化是 好比像說實際上我媽那時候創業的時候 她是主要還是在一個都會裡嘛 但是當她去辦學的時候 她就是去泰雅族那邊 那泰雅族那邊是完全不同的環境 文化是不一樣的 那 所以其實 就是在我們都市這邊在意的這些東西 在泰雅族人那邊不特別在意 他們在意的東西 我們可能要學一陣子才能夠學得回 也就是說當你回到一個好像初心的那個狀態的時候 你還是帶著你本來的核心能力 就是core competence還在 像最近我碰到了好幾次 那個現在是NPO自律聯盟的主持人 那個林依瑩老師 那依瑩老師她本來是台中的副市長 那但她現在是在部落裡面做長照 對 那所以其實你可以完全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一個市政府裡面碰到她的時候 跟她現在已經完全根本就是原住民文化 對的一部分的時候 她那個就是開闊的柔軟的等等那些 她的特別好的一些特質 現在更加展開 對 所以就是說換一個文化 島內影 這個真的很重要 可是原來就是NGO組織 他之前是在 他本來是宏道的 宏道基金會的行長 沒錯 但是就是說 我要講就是說在 我不是很想用漢人這個詞 暫時姑且用一下 就是 漢人的 這個社會裡面 你就算是做公益 裡面有一些 剛剛這邊你講的就是 社會的一些 競爭性質的 跳跳框框的這些東西 那什麼成功不成功啊 什麼這些維度嘛 那但是就是在部落裡面 看事情的方法並不一樣 生活節奏也不一樣 一切都不一樣 事實上 所以這個時候 本來可能自己覺得 我的自我形象是什麼 在那邊也許就有機會 稍微做一些調整 做一些轉換 那所以這個時候 就不會特別覺得 好像是我因為 暫時休息了一下 我變成了所謂的失敗者 因為你到了一個新的維度 在那個維度裡面 本來那個齒規是不作用的 問題是說放棄跟選擇很難耶 對 那個其實是 那個是跟心理素質有相關嗎 還是說就是 跟什麼會有相關啊 因為我們有討論過這樣的問題 有啊有啊 其實就是養成新的習慣 需要一段時間嘛 年齡越大越久 但是大概就算年齡很大 60天也差不多了 兩個月 對 所以就是如果你在一個新的文化裡面 或者是你透過一些 不知道長期還是什麼方式 總是就是內觀 讓讓自己 不管用什麼法門呢 就是進入一個新的行為模式 一開始可能很不習慣 但是試著在那邊堅持個60天 那其實就會 節奏就會開始不一樣 那但是至於要怎麼樣堅持60天 每個人做法不一樣 這個我沒有辦法 有特定的建議 可是問題是說 就是說這個是 這個是一種心態上面的轉換 有沒有 那前提是不是手腦的經濟許可 當然 然後 然後 這是我剛剛說run way 對run way 就是說 你不管是存款也好 實業救濟也好 國民年金也好 什麼也好 能不能支持你這兩個月 但是以台灣的社會安全網的情況來看 大部分社會安全網的情況來看 大部分社會是可以的 對 對 我是屬於 對 嗯 但是 你應該會有問題想問吧 嗯 你就是 就是 有些 什麼樣 什麼樣叫做 我說他 就是說 好 那什麼樣叫做 我知道我在看他 我剛剛有轉了 但是好像他自己就化為無心 然後你們疑問就好了 因為我個人是沒有疑問的 因為你知道我的狀態 所以我個人是沒有疑問的 中下階層的競爭會影響到他的 這就是為什麼 這是一個台日出版的書 如果現在是台灣跟 伊索比亞阿迪斯阿貝巴 我絕對不會展開剛剛那個論點 對 確實是 因為在那邊 他們沒有那個run way 簡單講就這樣 理解 理解 所以您覺得60天 其實一般人會講說是三個月或半年 其實你覺得60天也 21天講成一個習慣 21天 21天也是一個講法 對 那是習慣阿 因為我錢 我連租房子都不夠了 你這樣子講出去 不會被人家覺得 我連租房子都不夠了 那你要叫我去租 21天都不夠 那是養成一個習慣嗎 沒有 我還是執著於在前面的那個 就是錢的部分 對啊 我理解 對 我理解 所以我的point就是說 你從養成一個新的習慣 而這個習慣是 可能透過島內移民或什麼方式 到一個比較不以你有多少錢 或你能賺多少錢 來衡量你的價值 而是以你能夠貢獻出多少 來衡量你的價值的 所謂的禮物經濟的那樣子的地方 這種地方很多 然後 那甚至就算是中下階層的朋友們 其實也有很多共生社區 其實在台灣有很多這樣子的地方 而且日本也很多 所以就是說 我們因為是台語的書 所以我就是這樣子講 但是那是因為我們有蠻好的社會安全網 跟社會部門 這個我同意啦 但是我還是不要說要告訴你一個 我活在外面的現實 就是說 而且您自己本身也創過業也辦過 而且你其實也行走了那麼多的國家 其實您看到的是說 就是我們 就是為什麼我們那個朋友他會 其實他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不是我 就是他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是表示他 最後他還是沒有選擇離開啊 他還是沒有選擇離開啊 他還是選擇在體制裡面 可是在體制裡面 他就是要活在那個競爭 就很舒服的感覺 對 那我換一個問題 所以是不是就是說 那當我在那個所謂的runway裡面的話 那我是不是有一個前提也蠻重要的 就是 不一定是哲學性的問題 就是說我自己要清楚認知 因為選擇是行動嘛 那是不是我要清楚認知 這些事情 然後下定決心 可能也不需要啊 就是你多分一點時間出去 slash一下 就斜槓一下 就是說因為 我發現你的題目的構成都有一種 好像某一秒某一刻下定決心之類 當然是非常有張力沒有錯 但是大部分想要創業的人 如果他本來在一個大公司裡面 都不是這樣子的 他不是忽然跟老闆拍桌子 而是他在工作的同時 又稍微去就是觸碰一下新的可能性 他說不定自己做一點點投資 他說不定參與一些社團 他說不定自己辦個讀書會 他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去參與 他有可能創業的那個題目的社群 那等到他覺得這個社會支持足夠穩定了 他再抵觸辭辭 絕大部分是這樣子的 很少是說 他哪一天突然天起被閃電批到 然後就辭職 我就是這樣 對 你就是這樣 開玩笑 天選職人 可能額頭要閃電 對啊 就是不負責任的人就是這樣 理解 可是問題是說 那我還想要追問一下 就是說 我承認你所講的 也理解你所講的 多分一些時間去觸碰一些可能性 但是事實上就是說 我們也是被時間追著跑的人 然後如果說我又沒有你的聰明才智 有沒有 那我其實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就是隨時去觸碰那些可能 你會不會覺得我講這些話有太多的 都是我自己在自我撤走啊 我覺得還好 那如果您的答案是還好的話 那我如果說我真的沒有像您所講的一樣 就是說 我是多分一點時間去尋找那個可能性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我就是那個所謂的 一跟一百很極端的人 我沒有辦法去做到那個灰色中間的人怎麼辦 可是第一個我覺得是比較像一個假設性問題 因為食物上面 這也不算假設性 因為事實上我周中很多人是這樣 那您剛剛講的那種情況 其實我也承認 其實您也是一語中地的 指出了我們談論的那個問題 沒有 我承認 但是我也想問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那個情況其實它也是存在的啊 是是是但是就是說這裡有分兩層面 一個是說當我說你花一點點時間去關心 可能跟你工作不直接相關的一些別的事情的時候 它不一定立刻變成創業題目 我全部講的只是說 被時間追著跑的一整天裡面 稍微空一點點時間出來 來看這個YouTube影片 或者是各位手上正在讀的這本書 假設最後寫得出來的話 那既然你正在看這個影片 或者正在讀這本書 就表示你有一點斜槓的時間 你有餘裕啊 不然根本就不會看到這些字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好聰明 你瞧一瞧 它不一定要立刻變創業題目 那就有點像種下一個種子一樣 哦 對對對 像這樣 對啦 就是說我們不要變成是 好像看這本書的人 立刻每個看完就去辭職喔 這個就跟那個 就是希臘多一開始說法的時候 講一講他的地址都登出了 後來佛教就傳不下去 他只要改一下講法 很讓整支歌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那也是我的愛神 所以說我開始崇拜你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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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還要那個很 就我知道你要那個 幫我整個出汗 有沒有 因為我們畢竟中日文化也 相信大家對競爭 在這個文化裡面競爭的感覺 應該都很特別這樣 那您的成長歷程中 我想應該也有機會 對 我感覺你已經超越了 所以你的內在歷程是怎麼發生 比如說在小時候 或是你曾經去山裡面 那樣子有點類似殘修 你是已經在那時候得到開步 所以你超越這個內在的歷程是怎麼 那個是克里希拉的目的 不要搞錯人 好 那那部分是 那部分是殘調 您的這個超越競爭的內在歷程 您自己是怎麼走過來的 我們可以跟大學生講 其實簡單的來講 或社會新鮮一點 簡單來講 就是說 每一次有人想要把我放到一個 好像我的作品的方向不是由我決定 而是由出錢的那個人決定 而且他要主張這個主作權啊 或什麼買斷等等的這樣的情況 發生的時候 那我就會跟他談條件 那我自己從非常非常小 從十幾歲 那20歲的時候這個就已經很確定了 就是我的作品不是免費嗎 但是我的時間不是要錢嗎 假設 假設我20歲的時候 一小時收三千塊 好了 那那個的前提就是 我這個必須要能貢獻出去 任何人都可以用 我未來也可以用 好 那但是呢 如果你現在是希望說 你要獨家來利用 那你一小時呢 就必須要付我六千塊 那這個時候呢 只有你跟我可以用 那別人要用的話 必須要經過你的同意 或者是他的貢獻必須要 這個回到你身上 那這個時候我的價錢就變貴了 如果連我自己都不能夠用 那這樣子我一小時就要收你一萬二 那這個裡面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說 我要自己重新再想一個更好的方法 把它寫好 然後我又可以再捐獻出去 所以大概分成這三集 那所以如果做之前在我身上 我未來也可以利用的話 這個就是我的Portfolio 那這個Portfolio會一直成長 一直成長的結果就是說 就算沒有遇過我的人 他也可以經過我的作品 快不上到夢點 來了解我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就沒有競爭這個概念 因為我不需要去面試的時候 打敗其他的求職者等等 因為會找我的人 他是已經非常了解我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然後才來找我 所以傳統的HR跟我就無關了 那如果這個現在就是因為 不管是趕時間的原因 還是就是不習慣開放原始碼的關係 那你就是很希望獨家擁有這個 我還是需要Portfolio啊 那所以我就跟你收相當於我四個小時的錢 一小時拿來應付你啊 對那然後另外三小時拿來研究 然後做出更好的方法 對於我自己繞過自己的專利嘛 這樣子的概念 對那所以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其實這是一個很有策略的 去讓自己的Portfolio高過 不管是學歷或者是個人跟個人競爭 需要的那種經歷的這樣子一種 以社會部門做為我主要的經歷 而不是以學界或者是商界等等的這種 來當做我的資理的一種做法 那這樣子因為我貢獻出來的東西 對所有人都有用 所以就算我參加的這家公司到了 或者是我做這個專案最後沒有做完 或者是我們這次的錄影最後沒有寫成書 但是我們都還是有很多素材 可以讓未來的人使用 然後讓未來的人使用這樣子 我不會有任何損失 你不會有任何損失 他可以找另外一家出版社 對 我意思是說 在這裡面每個人都因此而更解放一點 更解放一點 我只是覺得 這是真的 同學競爭的最後 對我言真是想出來的這個結果 可是在你的成長歷程中 比如說小學的時候 為什麼我會知道有這條路可以走 對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內心的歷程知道說 那當然是站在這個巨人的肩膀上 就是說 剛才所講到的這些概念 好比像說 互相共享 主作產權的概念 這個是一個叫Richard Stallman的人發明的 那他發明這個概念叫做Copy Left 我為什麼會碰到Copy Left 當然是因為劉登他們 當時有翻譯那個Jargon's file 就是黑話檔案 就是做這些自由軟體運動的朋友們 用了一本字典 那為什麼我會碰到這個 當然是因為我在Delta Center這個BBS 我為什麼會上這個BBS 當然是因為朱建成老師推薦我認識劉登 我為什麼碰到朱建成老師這個長山神裡面 我就不多說了 那所以大概就是說 我接觸到了一個網路原住民的文化 這個文化就是當年建築網際網路的那批人 所做成的 所以他對超越這個概念 那為什麼他們當年能夠贏過 作為一個組織 能夠贏過Bellheads 就是AT&T那批人 或者是各個國家的內部國營網路 像法國也有一個自己的網路嗎 等等 為什麼到最後是網際網路營 而不是每個國家的國營網路營 就是因為這種 就是達到大家的共好 共同利益 Rough consensus 蘇瑞公司這一套東西 它真的管用嗎 因為它有網路效應嗎 越多人來它就越好嗎 那剛剛的這些股倉市的東西 越多人來 它搶一個有限的資源 那反而就是蒼蠅網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本來就是這一套 對我來講是最自然的 因為我可能12歲就接觸這個文化 所以我社會化的同時 因為一般人也都是12歲社會化的 社會化的同時 接觸了第一個社會 就是這種比較像禮物經濟 這樣子的社會 那再加上剛剛講 古屯堡計畫 RKF等等 那變成我就是知識論上面 也是用這個當作養分嘛 那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這個是最適合的思考方法 那這種零和的 甚至要投票啊選舉 那個都我20歲才有的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我已經是完全是用網路人著名的這個文化 然後去看這個 感覺上就是 就比較無聊的這樣子一種民主制度 不會無聊 很有趣啊 你看我們 我們那時候他們討論出來 第一個Pick你看 對 就這個啊 對嘛 對啊 是啊 很好很好 對啊 不是補償商一個一個的嗎 對不對 對對對 哇塞 你設列真的很好講 你管你管你選擇 是是是是 嗯 你記得嗎 我也有跟那個野中玉次郎 有非常長的一段對談 對嘛 可以聊 那個部分 我網路上也有嗎 你找 玉次郎沒有欸 因為我是參加他的那個TOPOS TOPOS那個會議 然後 所以是一面吃飯一面聊的 不過 後來聊了很多東西 你如果去看他新的那本叫The Wise Company 有很多概念是相同的 哦 我可以 所以他自己打破自己的那個SASD模型 理解 那 您看他對談那個部分 我沒有辦法在網路上找得到對不對 可能沒辦法 因為就是我們吃飯的時候寫的 對 好 理解 謝謝 那你還沒有 你把你的一次問完 我 目前為止 OK 好 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 我還是很想 很想要 問下去就是說 對 不過你已經回答很難了 另外就是剛剛我們談的大部分都是 剛剛您講的那個 從 學習上的 變化 還有您社會化的歷程 變成你的那個進化的 個人進化的一種歷程 有沒有 不管是在知識論上面 或是在你的行動上面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剛剛其實有講到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談的大部分都是 現實的狀況 你剛剛有提到一個東西是不可取代 就是說 心天性心臟病這件事情 對啊 對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說 或許就是說 我家嗎 我怎麼在笑呢 就是說 就是每一個人 就是每一個人不太可能有 但是 生理效應的病痛這件事情 它其實對你的衝擊是什麼 對 兩個嘛 一個是說 我小的時候 只要心跳速度一快 就會昏倒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既不能非常生氣 也不能非常開心 那這是一個衝擊 那第二個就是 也因為這樣 所以 我不管是透過練氣功啊 等等的方式 就是從小就有一些幾乎是反射性的 每次可能會有很激動的狀態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速的 在心裡有一個空間 讓情緒過去 這樣一種反射的能力 因為我要是沒有練這個能力的話 我就昏倒了 一醒來又在醫院 對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 這個身體本身 為了要存活 所以它 第一個 它必須要保持在相對穩定的狀態 第二個 即使它不幸進入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也要有一整套方法 瞬間的 或至少就是在一小段時間裡面 就能夠至少一天之內 就要能夠回到比較穩定的狀態 不然的話 一醒來又是加護病房 後面這部分 有點不太理解 就是說 因為前面就是說 您不能讓自己 那是陰嗎 後面是果嗎 對 所以兩個不是平靈線 兩個是因為有關係 也不是這樣講 第一個是說 第一個是說 因為我心跳比較快的時候 就會昏倒 所以我平常的時候 沒有外力的時候 我都必須保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 這是一件事 第二個 但是也有可能是超乎我控制的外力出現 那讓我忽然間變得心跳比較快 那在這個時候 就必須要後天的練習一些方法 那這些方法是 讓我又能夠回到這種比較穩定的情況的 那這個是類似求生技能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兩個不是因果 這是在講 沒有外力的時候 跟有外力的時候 兩個不同的情況 好 好 理解 那會以你目前的層次 有沒有 如果說要打段位的話 就是說 會讓 段位 我所謂 就是打 背帶 九段什麼 不管是那個 或是那個 擺龍系之類的 S.S.R.什麼 沒有 我沒有玩那個 OK 好嘞 就是那個 什麼樣的情況會讓你就是 心有波瀾這樣子 現在應該比較不會 就是我面前的人 他如果 他比方說上次你說你沒睡夠 那我也覺得不太舒服 就是還是會被你影響 一定會的 這是一種 就同理心啊 就是 就是 鏡像神經元什麼東西 對 因為如果他沒睡好 他跟我講 我也沒辦法感受 我是知道 但是我可能沒有辦法感受到 對對對 我可以想起我 沒睡好的狀態 但是他不一定會 會變成我當下的 身體感受的一部分 我也不是說真的那麼強烈 但是就是會有一點點 會有一點點 對 這有點像有人打和錢 你跟著打和錢的那種程度 可是我理解的是說 就是說 生氣 就是是不是你現在 比較不容易生氣 但是如果我 對面的人 正在非常生氣 他覺得 有一個很大的不公義 他一定要來澄清 要來訴苦 什麼之類 他的感覺也會有一些 到我身上 理解 這個能夠理解 那您剛剛 所以其實 這可以講是非常悲天憫人的 也沒有啦 還好吧 就是我比較沒有 我比較沒有 就是 專注在自己身上 我如果跟對方對話 我大部分的情感的部分 是跟對方是同調的 所以是真的是 真正的互動 比較相互為主體的那個狀態 對 所以剛剛您有提到 你有練氣功 對 那現在還有 就是變成一種習慣 因為從小就是三四歲就練 所以其實就是最基本的那些東西 已經變成跟呼吸一樣自然 所以大概不需要特別去練 就是在呼吸過程裡就自然會發生這樣 可是我好奇 我好奇的是 就是不管您在過去的訪問裡面 還有在那個 秋美珍珠老師 秋姐姐她的身上 她那本書寫的 就是說你有一段時間 到身上去 對啊 我很好奇 那段 因為那段感覺很像 我在看武俠小說的感覺 真的喔 就碰到一個什麼大的 迷猴肚子裡面 你又在心 就是會在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花園 就是心電的那個 花園裡面 然後那邊有很多的叢林 跟那個花園 嗯嗯嗯 所以你真的是 背著一個小的花園 嗯嗯 其實是筆劃一直這樣 還要裡面 就是已經是原住民族的地方 對 那邊就是當時原住民族的一個領導人 這個 但是也是中子的老師 就是林老師 有他自己的一個 他沒有在用的這樣一塊地方 所以就借給我這樣 所以 所以不是 就是背著包包 然後自己 嗯 不是有愛求生 不是魯編遜什麼 那是另外 隔壁棚 不是 不是這裡 對 也不是克里希巴木提的 都會聯想到 剛剛講到 你講到 都會講到菩提樹下 所以那時候有 對 也不是那個什麼 喜馬哈喇山教 也不是那個 青海無尚師 這個都是 隔壁棚有很多人 不是 不是這個 所以你還是有吃盛餐就對了 對對對 對 你那個沒有沒有 我覺得我好像以為你 就是拿著一個包包 然後就到 身上去這樣 就是他還是有最基本的東西 有 罐裝瓦斯 瓦斯爐 可以燒熱水 至少可以洗澡 可以煮泡麵 那都是一個人 對 當然都是一個人 所以都是在靜坐沉思 對啊 然後只有帶一本書去 那本書看了很久 對 所以就是真的齁 明天沒有講話沒關係對不對 沒關係 當然 那你現在講那麼多話 你會不會覺得 反差很大 會啊 然後會覺得煙霧嗎 不會啊 反差磨 沒事 開玩笑 開玩笑 因為我後來看到後面那張貼紙 很可愛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那我請教你 你好像有點僭越 就是說 所以 對於人家 把你就是 形象做成 公仔化 對 公仔化變成一個海報 其實你不會生氣 就是很有創意啊 我覺得很可愛 超可愛 我們都不曉得下次要變出什麼花樣 我今天去演唱 他們才給我一個念面的人 對 也就是我的公仔 對 因為我頭很大 所以其實很適合做公仔 就那種三頭生的那種設計 你還蠻會自黑的齁 是這樣 對 可是自黑跟 那你覺得你自己本身是一個比較理性還是感性的 當然是都是啊 你要有雙翼啊 當然都是 為什麼你會這樣講 為什麼你會這樣講 你自己呢 因為就是如果單純只有理性 而沒有辦法有同感 或單純只是同感 但是就被你的情緒帶著走了 那在溝通上面都沒有溝通可言啊 它事實上就是 只有一隻翅膀的鳥或飛機 你秀就掉下去了 對 但是 但我們大家可能直覺就會認為你是一個非常非常理性的人 那同意啊 就是就是說 可能就是右翼很強 但是左翼也很強 就說是平衡的 可是可以幫我 沒辦法 職業病啊 就是如同您講 為什麼我覺得你一陣見學 就是職業病 就是說那可是 我從您的文字上面 您就我們台校風生有沒有 但我從您的文字裡面 其實我感受到的是 就是理性的部分是哪個部分 還是說你在小時候 你所做的那些行為 就已經是一種感性的展現了 或是您講的同理的那個部分 可以幫我們講 對啊 我是覺得說 就是我的當下的狀態 是反映兩位的就是飛援訊息的 那甚至是講話的速度啊 腔調啊等等 都會去就是跟對方協同 那這個部分我想是感性的 這個一定不是我預先謀劃好的 那個就是當下是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但是確實你觀察的也對 就是我講話很容易是 好像在腦裡已經有一個很完整的結構 我只是把這個結構 循序漸進的講出來而已 那個也是真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是互相支撐 它並不是一邊蓋掉另外一邊 因為我如果要溝通的話 我是把我腦裡的結構 如實的在你的腦裡重現 那我也要在腦裡重現你的實際狀態 那所以如果這兩個缺了一個的話 那其實都是有點一廂情願 它是或者一廂禮願 如果是理性的部分的話 那其實是沒有辦法達成溝通 但是問題是說 這個 我可以問嗎 你如果這樣不問我就會問康德了 我問的比較適度 非常好 這樣子的話 對我們一般來說 這已經是一種超能力而已 因為我們講說 你說那種腦康嗎 同理共談 我覺得那都是一種說法 我設法 可是我其實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真正 感覺到他的感受 我可以想像 所以我覺得剛剛你提到這部分 對我也是一個很新的 原來是真的有人有這種能力 所以這是天生的還是說 透過一些我可以練習 所以我在溝通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練習 我在溝通的時候 我真的可以真實如實的感覺到對方的感受 所以我可以更有 我的同理心不是我假設 或是我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對強迫我自己去 對對對 就是說既不是模擬出來 也不是強迫自己 對 其實像積極聆聽 就是好好的聽對方講 然後不打斷他 那你練到一個程度 可能21天 之後就會變成 你不但實際上不打斷他 你在腦裡也不打斷他 然後那個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有同理的能力 對 這就是上次講的 您講的 請邪 請聽 請就是請向另外一邊去聽 對不對 所以您覺得就是說 可以練習的除了 就是激情請聽之外 可不可以給我們 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 我這個部分 其實就剛剛跟你講 四大部分 一個就是青年的部分 其實我已經 已經到第二個部分 就青年 對 青年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到競爭力 是一塊 然後還有就是說 積極請聽的部分 有沒有 那積極請聽的部分 剛剛您也提 例子呢 對 例子 因為例子一般人比較好 從例子去理解 除了發生在我們對我們交談的過程當中 我理解 因為你畢竟不能教你的讀者回來看這個錄影 他們也不一定看得懂 因為是就是不是用日語講的 這我了解 對 可以幫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較容易懂的例子 對 我覺得 就是 傾聽的這個概念 它比較容易舉例的 其實真的是有點像隨堂練習的那種做法 也就是說 你看再多人家怎麼游泳的影片 都不如就是 就把你推到海水裡面 那因為福利比較高的也不死 這樣 對 那也就是說 與其是說 我舉什麼 韓生史德路 還是達摩 還是什麼 有的沒有的 就是整個參宗有無限多這種例子 沒有有限多 但是多到大概一本書寫不下的公案 那不如就是 用最基本的就是去找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家人 然後 問他說 你願不願陪我 講話講個五分鐘 我搞成五分鐘絕對不打斷你 那 五分鐘之後 我會告訴你說我聽到什麼 那我會跟你講五分鐘 那你也不要打斷我 那我們就來練習一次看看 這樣他只需要花十分鐘的時間 但是比我們在這邊舉 就是整個參宗公案傳統裡面的任何例子 都來得有用 事實上是這樣 我可以對老闆講這種話嗎 可以啊 五分鐘大家都五分鐘吧 有種講法是說 任何人都有兩分鐘的善心嘛 對不對 你這個方法很棒 應該要真正推廣 因為我們可能就這樣想 可是我們還沒有真正切實做到 這五分鐘的隨堂練習 對啊 可以考慮 那不是說十分鐘嗎 那五加五嘛 五加五 一個是他講你聽嘛 一個是你聽完之後 你告訴他你聽到什麼 對 這真的可以對老闆講嗎 何欣先生能接受嗎 我想五分鐘他應該有 如果我提出來還可以接受 如果你都已經提出來 表示我真的是有這個需求 對啊 對啊 就讓他就稍微自慢個五分鐘 自己慢下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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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 那可以練習的之外 那我們可不可以再給年輕人一些希望 就是說 除了剛剛心態上面的轉換之外 有沒有 我們剛剛講說練習傾聽之外 上次你有提到三個部分 就是說 就是 那個 詮釋力轉移力跟解決問題的能力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你上次講的這三個部分 那我們先拋開上次所提的部分 有沒有 你覺得他們還可以 我們還可以練習的部分是什麼 不一定是往成功學那個部分走 因為 的確就像您講的一樣 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整個的社會 跟我們整個生活 其實 就像 我登錄的時候 跟登出的時候 我現在還沒登出 但是 我在目前 在Online的時候 沒有理解 不然我們就是在關落儀 我就知道他這裡有梗 因為他 此處一樣有梗 你在埋的嗎 沒有 我沒有那麼聰明 因為我看到他那個嘴角慢慢 對對對 對 好 就是 天氣有點風風電電的 可能睡得比較夠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上次 比較有幽默感 對對對 你會一直問的是 因為 他已經寫好一篇是 那個 上一次的 對談 我們其實已經有一次寫高 對嘛 我們已經寫了一篇透明性 寫了一篇是 對話 對話 反而對話這部分 我不是太滿意 理解 可是我覺得今天 不好閱讀 也不好看 我說你好狠喔 是是是 所以今天有很多補充的東西 對我覺得今天有很多補充的東西 尤其傾聽那些可以補上去 可是你插了我兩刀 你自己要我講真話 我不是說你 我說 兩樂差的喔 對 兩樂差的喔 你說 這本書那麼順利出來的 因為我想說 我好想回問他說 那你覺得 你怎麼不想看呢 你看他在聽啊 攝影師表示 他應該在聽啊 如果他演他都不想聽的話 那表示 那天邊寫出來是兩回事 對對對 沒有了 剛好我們坐在你兩樂的位置 這不是故意的 我沒事 我剛剛跟他講說 你越很越好 好喔 因為我才能夠 好喔 因為這樣我才能 我們是在合作嘛 對 切磋琢磨什麼的 對啊 因為你們又不會害我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是希望 因為你也不希望 因為即使你會看過 你也不會希望說 就是他是一個不好的 應該不會有預感吧 你說有預感 有預感或是說 會無法出版門 沒有這個預感 沒有這個預感 可是你說兩次耶 因為聽起來 就是你們要給日本讀者 跟給台灣的讀者 未必是同一個訊息 我從今天稍早的討論 已經感覺到這件事情 對 那所以就是說 像一開始問台語的一同啊 這些部分 那後來我就 確實有一種預感說 說不定有一種AB200的那種感覺 其實對 我們當然不排除說 我們有一個三分之二一樣 然後三分之一個曲 對對對 像文藝春秋 秋美之那個版本 他後面有我們的防疫年表啊 什麼大時計啊 這個台灣人不需要 對 所以他就根本就沒有在裡面 那或者是說像 江湖哲老師 寫了就是關於外星人的一些字 那就只有台灣版有啊 在日本是沒有的等等 這個我們出版社跟出版社是有共識的 對 主幹一樣的是各加一些台語 各自有道理的訊息 對 所以我剛剛講的比較是這個意思 就是我可能講的一段話 說不定翻成日文 但是反而台灣人可能會看不到 因為專門給日本人講 是喔 我不知道 因為我就是一個棋子 喔 OK OK 你是我們的主將 是棋子 OK 這樣也是一個棋子 沒有我是一個小橘 小竹 是是 沒有台詞是因為說就是 因為 沒事了 竹走到底就會變皇后 另外一旁 OK 我想當皇后 那還是可以變局啊 我也不想當局 那你想當什麼 我想當關其澤 喔 好 對 好 來回來 所以剛剛我們講說 就是積極傾聽的方式之外有沒有 這個就是真的就是比較是工具論的 就是說 那還有哪一些 嗯 我知道就是無社這個 translation rotation scaling 的個人修行式的東西可以做 對 我覺得好精彩喔 可是不好意思 沒有問題啊 有這麼快嗎 沒有我有 我還有 要上課 沒有問題啊 我先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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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不會瘋瘋癲癲的 我還是會很正經 好 對有沒有一些個人的 比較就是 收效快的事情可以做 這樣 有啊就是番茄中啊 番茄中我講過好幾次了 除了番茄中之外呢 因為我覺得大家很期待的是那個部分 就是說有沒有一些比較具體 或就是 抽象的 抽象也沒有關係 因為 我反而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 其實我跟鳳雲公公的時候 也不是說 他覺得太抽象 而是說 需要有很多解釋的部分啊 那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剛才在 詮釋對話那個部分有沒有 像很多時候 我發現大家在寫名的時候 其實 第一個 我也坦誠跟你講 我覺得我不喜歡照神 因為 因為 因為自有專家 對 就已經有很多人這樣做 對 對 不缺你一個 對 對 這也不是我的信念 對 對 理解 對 然後 再來就是說 就是那個 還有就是 因為 第二個 有些部分是用第一人稱 即使你拋棄了你的著作權 就像你講的一樣 不能 不能 就是要講清楚 這個是你整理的啦 對 類似設計對白 但是 但是他也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有些東西是比較概念性的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 就是要深入淺出嘛 但是 深入淺出其實在寫 你還記不記得那時候就是 您在7月20號的時候 跟那個 就是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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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不知道你的意思 對 第一個 你就說 好像在回顧你的一生 對 那但是就是說 所以我的確是 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所以就是說 今天也是蠻謝謝 但是 但是我覺得 其實那個東西是可以 用 不一定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論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都在講 糖鳳的番茄鐘 對 對 糖鳳睡前回完每一封E-mail 糖鳳在夢裡面學習 糖鳳要睡滿八小時等等 糖鳳學每一邊站 還有很多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又不是你 對 然後好 但是總是會有一些 共同的東西嘛 對 那的確就是說 嗯 我覺得也不一定是 很多人的錯 而是說 就是說我們畢竟 比較小 可是我覺得台灣已經很難而可貴 也就像你講的一樣就是說 就是台灣其實兩千三百萬人口 但是我們其實不管是在防疫 或是我們在各個進步的面上 其實已經做的蠻多 對 但是就是說 常常大家都會講到 在過去 在很過去的時候 還沒有防疫的時候 喔 就是美國可能是一個大國 所以我覺得之後就是說 有什麼軌道什麼東西的 對 狼性 那我覺得 對 那 除了剛剛我們講的傾聽之外 有沒有 今天就是 還有哪一些 不一定是方法論 但是我覺得我們有一種方式 就是說 就是心態上面 除了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競爭力量部分 其實年年表數蠻多的 那 對於 就是比較年輕的這一批 因為覺得他們其實也蠻 蠻 我們不要用可憐這兩個字 來形容他們 我覺得他們其實也是很辛苦的這一代 很多時候天井世代 後疫情世代 我不會了解 為什麼這些名詞要灌注在他們身上 那 但是 可是 他們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因為像那個阿拉伯斯村 也是年輕人發行的 然後那個318事件 就是我們的學運 其實也是年輕人 然後地方創生也是 那是不是就是說 在這些 的背後 除了您講的那個 我們講的 經濟起兵之外 有沒有 有沒有哪一些 就是說你可以給他們一些 建議 對 就是這樣 可是 這裡面 這個層面 是兩個嘛 一個是說 作為年輕人 怎麼樣子 了解到 自己其實 可以做相當多事 不管是剛才講到的 你說阿拉伯之春 那可能比較是 counter power 或者是說 我們這個防疫的過程 就是從一開始把 林萬良遺師的訊息貼過來 那也是一位年輕的遺師嘛 那 口罩地圖也是年輕的 就是公民科技師家嘛 那 甚至跑去那個 募款 登 紐約時報廣告 都是一些很年輕的 YouTuber嘛等等 那這些當然都已經是 現在台灣的年輕人 熟知的一些人物 那但是 我想你的問題 後面還有一個層面 就是說好 那我們現在有很多這些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軌道問題的 的這些 這些新生代 那但是我並不是 就是這個看的人 並不是 就是 這些人 之一 所以我要怎麼樣子 從我觀察到的 這些新生代 非常有自信的人身上 有沒有一些比較 簡單的方法去理解說 他們是怎麼樣子 好像那麼有自信 是這個意思嗎 我揣摩你的 就是說 我也關心公共議題 但我其實就是 在外商工作的一個 老百姓 然後 可是我可以怎麼樣 就是說 其實我也關心 可是有能力的出能力 有錢的出能力 出錢 那 那如果說我現在就是 他們登個廣告 也是兩萬多人一起集資 也是每個人都 稍微改一個字 改一個字 整個去把本來很中二的訊息 變成很成熟的訊息 所以就算只貢獻一個字 你去維基百科改一行 那也是貢獻 所以貢獻 所以就是說 我這可以怎麼樣去全治他呢 就是說 加入一個比你自己個人能夠完成的大的計劃 就是加入一個大的專案 那這個專案的壽命 說不定比你自己的壽命還要久 但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時候 你反而不會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 如果這個專案的壽命 短於你的壽命 你好像要為他負取多的責任 但是就好像金字塔可能要蓋五代才蓋得好 所以你知道你只是中間第二代了 對那種感覺 這個時候反而對自己壓力沒有那麼大 理解 那這個跟捐款的 譬如說一個月 我今天製作一個世界早上會的小朋友 700塊跟我平常的那個就是捐款 那個意義差別在哪裡 那也是差不多一樣 只是說你捐款如果是定期定額 你不用去想這件事 但我在講的比較是說 在一天裡面多出一些時間來 就算五分鐘也好 你的那個認知功能的剩餘的部分 認知功能的額外的部分 叫Cognitive Surplus 認知盈餘啦 這一個部分 投注在有公益的事情上面 那就算只花五分鐘改為幾百科的一個措子 修開放戒途上面的一個門牌 把你附近的飲水機放到麥蜜子或者鳳茶上面 隨便啦 那這個其實幾乎不花你任何時間 但是第一個你會對自己感覺好一點 就是覺得說 那我工作一整天下來 我還是有在做公益 那第二個是你會認識一群 也是這種部分時間做公益的朋友 慢慢的說不定會變成你創業的團隊 這個其實像您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怎麼樣去破解那個所謂的 大家對於競爭力的一種狀態對不對 一種方式啦 認識一群 那捐錢當然也很好 只是說因為捐錢如果不是你 就是每次是手動捐 然後自己寫下 感謝信一封理由什麼東西 如果你不花時間 你只是定期定額 那這個對於你的就是習慣改變 也不一定要那麼大的幫助 所以最後這個 這個到了第二個層次之外 有沒有 是不是就是說 你看前面我先聽嘛對不對 不要打動我嘛 這是可以練習的 後面的話就是說 對我其實每天花 我花個十分鐘 再加五分鐘 就十五分鐘 然後接下來是不是就是說 我想一下 還有沒有 你還有沒有其他的建議 我一天十五分鐘很多 就這樣吧 就這樣 就這樣 一天十五分鐘 其他時間就是用來 你隨便本來在怎樣就這樣 對 所以 對 所以是不是就是說 讓自己走出去 不要 不要只是坐鍵盤下 好像也不是這樣吧 因為第一個 年輕人現在很少用鍵盤 都是花手機 那 然後 他要這樣打 對 對 但現在語音輸入也比較多了 那 而且都是拍照 就是自拍 那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輸入的模態已經 就是 聲音跟影響為主了 對 那打字 是就是 偶爾 說不定加幾個字可能 但是那都是加在 聲音跟影響上 對 所以 但是就是 這個就是走出去了 其實 只要你是 在社群媒體上 分享你的 就算只是自拍的作品 加幾個字 那你只要加一個 hashtag 就像剛剛講 hashtag是非常偉大的社會創新 因為 就算你是 純粹只是想要 就是曬你的 舊照片 十年前跟十年後 長得不一樣等等 你加一個hashtag 說這是 10 year challenge 還是什麼 那你就可以加入一群 也在做一樣事情的人 那你如果再記得說 今天 我們訪談的今天 剛好是這個 國際跨性別紀念日 那我就可以再加一個hashtag 說這是這個 transgender remembrance day 那所以 我十年前十年後 性別其實看起來不一樣 這個就是提醒大家 跨性別的重要性等等 它忽然之間取得功能 離SDG消滅 以及不平等跟啟示等等 所以我本來只是曬照片的這個動作 那純粹只是自己自嗨 但是因為加了幾個hashtag 忽然之間變成具有公益性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您對於就是說 大家覺得說我就是在網路上面 或是我就是在社群媒體上面 就是不管做公益 然後不想走出去 就跟人群接觸 你覺得你對於這樣的論點 你怎麼看啊 就是說大家都只是在那個 虛擬世界裡面生活 可是就像剛剛講到 就是說你透過影像跟聲音 特別是直播 那個確實是共同在場的感覺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也是共同在場 不能說不是共同在場 而且尤其是直播 如果兩邊都是直播 那就是等於視訊對話了 那個面對面 現在如果有寬頻的情況 差別並不大 但是很多人還是會覺得 等一下我先打斷一下 你要不要喝水 還好我還好 你還好齁 我不用 那你就繼續好不好 可以齁 那就是說 那可是 很多人還是會覺得不太一樣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採訪的過程當中 就是那時候防疫的期間 然後就是透過螢幕上面這樣訪談 但是跟面對面的訪談 我沒有辦法看到你的 譬如說 就像您觀察到我的手足 跟我的眼神還好 還有就是我的狀態 那表示你的攝影機跟評判還不夠好嗎 夠好的話都可以有 可是我覺得我只能認同 不能說我只能認同 就是說我認同 就是說您講的那個虛擬影像 但是我沒有辦法認同您講的 就是說 就是那個 我們面對面直播 我們面對面 那叫直播 因為我們直播的理解 視訊 我覺得還是有差異 有差異 有差異 我沒有說沒差異 就是說 我要講的是兩個層面 一個是說 如果你用的是非常好的設備 兩邊都有光纖 然後非常高解析度的螢幕 非常高解析度的cam 就是到至少這個1080p 但是最好是4K 我們現在好像是用1080p錄 對好1080p 那這樣子的話 雖然這種微細的表情不一定看得很清楚 但大部分的手勢等等 就好像我如果摘下眼鏡 我看你也是720p而已 對所以就是說 大概是就是還算可以接受的程度 那其實差別最大的是 延遲跟聲音的品質 如果延遲一變大 我不知道你點頭是點這一句 還是上一句的話 那那個共感完全沒有辦法形成 如果聲音的品質不良 那就會變成是 我們透過聲音在表達我們思考的過程 的這件事情 要全部用手勢做 這個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 用手勢來signal的習慣 大部分是靠聲音表情 所以我在行政院院會 就最近的一次院會 因為我們院會 當時在討論說我們參加APAC 那APAC這一次全部都是視訊 那有一些國家的參加者 他們的頻寬不夠 那就造成各種各樣的問題 那所以後來我在院會上 去有個具體建議 我附和我們鄧盛中政委的一個講法 就是說當你發現對方沒有足以支持 讓你能夠感覺到他講話的表情 的那種頻寬的時候 你果斷放棄視訊 立刻打電話給他 你把所有的頻寬都留給聲音用就好 那這件事情是真的很重要 就是我們如果頻寬不足 硬要視訊 那不要說見面三分請 視訊倒扣一分請 都有 對那以上是我的院會發言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要看你實際的那個情況 如果雙方都非常好的低延遲 高頻寬高解析度 那非常非常接近見面 這是做得到的 因為我自己做過好幾次 那但是如果只要有一方沒有這樣的話 確實就是說不定真的果斷放棄打電話 還比較好 第一次 所以我們也不能用 因為我覺得它好像是一個年輕人原罪 好像你一直在那個網路 就是在電腦前或是手機上面 就是沉迷於裡面 好像就是 大家會覺得好像是一件比較不好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其實對你來講 我是不是也是可以把它詮釋成 就是說其實只要你願意去做 我們剛剛 就是說你透過螢幕的對面 是其他人 還是其實都是完全自己 關在自己世界 那一個是pro-social 親社會的 一個是anti-social 反社會的 親社會的 親跟反 對啊 pro-social跟anti-social 所以同樣是一面黑鏡 重點是對面是另外一個生命 然後你願意跟它同理 還是其實完全都是自己 關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這樣 理解 因為我剛剛對於認識一群的那個概念 我只能在譬如說 心創小劇的時候 我才會有這種感覺 對 然後另外就是我想要再請問一下 就是說 這邊就是比較 喔 我在請教的時候我想 因為 剛剛我沒有想到 我們今天可以聊那麼久 就是 有一個 抽抽我們一下 到底有沒有在笑 就是那個 那個 您有提到 我在您的資料裡面 有提到一些 喔 等一下 兩個問題 對不起 我 你就把我當作一個很笨的人好了 就是說 就是一個問題是 那一個 您剛剛有講說 就是我剛剛在請教您 理性跟感性問題的時候 您有說到 您有說到 您在訴說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腦中就已經有 一個結構 有一個結構了 那像這樣子的話 我可不可以說 就是說其實也是一種 這是一種 你長期以來就已經形成了 還是說這其實也是一種計算 或是說 你不要誤會計算這兩個字 因為我其實問這個問題跟計算這也有相連 其實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 是不是你也 而且你是不是同時也在揣測 揣測 揣測 比如說 像我剛剛坐在這裡 你們兩個 你們在討論台日那個 有沒有 台日那個其實本來不在我的命 不在我 完全立體 歪樓 沒有 我本來是有寫這一點 我本來是在這裡 所以剛剛跟他聊了之後 就是要加上這個部分 然後 然後 沒有歪 因為那個其實 我大概能夠理解 除染色他們 也可以用得到 這也是素材的一部分 其實 這邊也會用得到 沒有完全沒有歪 那就好 只是說 因為我剛剛其實 聽到 我就在這裡 我觀感不是你們兩個在討論你們的事情 而是說 我是觀察 就像我剛剛講的觀察 我觀察是說 你是不是會先去預想或預測 當然這個你也可以把解 其實是一種共感 但是 對啊 就是感覺對方的狀態 但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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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的 講的 我覺得 我的感覺是共感 就是我們的接觸 跟我在之前看到您分享 因為真的是 我真的很可以坦白跟你講 就是我看資料跟見到你本人 還有就是我看到你那些VR的影像 我的感受真的是不同 但是我們私底下 不是私底下 這是 這是 我有聽懂 好 然後但是 但是 在社會層次 社會互動裡面 我們也可以說它是比較有 心機的 就是說有一個mental model 有一個對方的狀態在我腦裡 所以當然就是 empathy 同理心 你如果是拿來操縱別人 這個就是所有心機 你如果是拿來幫助別人表達他自己 那就是 empowering 這兩個是同一個核心能力 確實如此 你覺得這個是你比較聰明的地方嗎 還是說我們其他一般人比較不會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你遇到的人 其實你不一定是傳承他 你會覺得他 他其實是 是有心機 大部分我遇到的 可能在媒體久了 在媒體久了 碰到都是有心機的人 了解 沒有沒有沒有 這裡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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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媒體久了 碰到都是天真無邪的朋友 這你講的 這不是我講的 這絕對不能剪在你講的 那我就真的不能活了 那通常這樣的狀態是 因為我只是覺得說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的人 其實他也會有這樣的存疑 就是說 那我如果是一個 比較天之異鄙的人 有像你這樣的狀態 或是我經由 不管是這輪書 或是經由其他的 對 就是去練習到 了解到 學習到 那 到底 到底這樣是一個什麼樣的 就是好嗎 如果是好的話 我們當然要學習嗎 那我們就是 可以把它 就是 淡數更多一點 還是說 就是他不能學習 那其實就是你自己本身 他可以練習 可以練習 對 其實就像你剛剛前面講的 那個共感 就是你可以慢慢的 慢慢的 那個 那這個部分其實 對 如果不是害人的話 嗯 好 其實你有 雖然有點跳躍 但其實你有回答我的問題 所以那某一層次 你會不會覺得 他其實他是一種 比較是聰明的人 其實才會有這樣的狀態 我覺得確實就是 如果你在理性的邏輯推理上面 已經走過了那個結構 所以我們在討論事情 你不用自己在哪裡 計算出那個結構的話 那你就多一些力氣 可以花在共感上面 確實是這樣 所以是有幫助 所以我剛剛說 左右兩翼互相支援的意思 理解 謝謝謝謝 這可能就是他覺得 就是應該要後面那一句 對 理解理解 後面那張就結起來 然後另外一部分 我先有些事宜的部分 我在看您過去的訪談內容裡面 你有提到無人機這個部分 對 可是那一段我有點看不太懂 就是那段圖子稿打出來 但是 我有點不太懂 就是說 那時候其實 因為為什麼您剛剛講 1080K 那個 1080話數 然後4K 其實在那段裡面有提到 有 對 但是您那時候好像是有講到說 因為剛剛好最近 其實也在討論那個 就是 無人機 我們的台灣 其實可以往這方面去發展 對 我們現在有無人機送藥 無人機 這個偵測空氣無量 有各種各樣的用法 對 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 以下就是說 我看一下那個上下脈絡 您提到 是說 就是您那段到底是要陳述的是 公民科技素養嗎 還是說 您要陳述的是什麼 因為那個的確是有一段時間 那是2016 2017的時候 那您那時候是有提到 您可能忘記了 所以無人機它用360的鏡頭去拍的時候 雖然只有720P或更少 但是它可以透過一些人工智慧演算法 幻想出一些細節來 讓它看起來好像4K一樣 那那時候應該是在回應 就是我們齊博英老師的登出之後 這個在AI Lab 都已經他們有弄一個團隊 然後讓無人機帶著360的空拍的鏡頭 然後去模擬齊博英老師的這種運鏡 那這是它就是當時的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我覺得公民科技的提現 對 可是您那時候是有提到它的規範問題 對 當然 對 因為這未必合法 對 可是您有提到就是說 那像現在的話 它好像是 就是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 無人機跟那個什麼機 那個操控 那個 遙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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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範 所以 除非你是實驗性質的 那個就是沙河 無人載具 創新實驗條例 如果是已經有的的話 那 確實是必須要考執照 就好像考駕照一樣 那 考執照的地方 現在 全台灣都有 那所以 大概民航局現在 也已經協調了各縣市 所以 本來那種就是 禁備區還比較多 現在逐漸大概都開放了 除了真的因為軍事或什麼別的原因 沒有辦法開放的地方之外 我在2017年講的那些挑戰 現在大概差不多都已經解決了 理解 所以那部分的話 就是好 理解 因為那部分我把它 空下來 但是因為有時間上面的那個 對對 有一個落差 那這個就是中間 我覺得我們法規條是 需要靠 好比像說 台灣有無人機協會啊等等 他們不斷的證明說 你發現 有 好比像說有人說 有人在燒 這個農業廢棄物 這個有火光空氣污染 那這個時候如果有無人機 可以立刻就過去搜診 的話 那就是對於環保署來講 它灘體來講 是比較省錢的 那像是一個很具體的一個用法 或者是說一些 可能颱風來了 然後路會斷掉 像我之前在信仙 就有一次颱風 然後完全東西都送不進去嘛 那如果有人他就是需要 一些慢性病的一些藥物啊 那無人機是可以送進去的等等 那這些部分 以前都需要一些法規的調適 或甚至是一些特別的就是 特案前准等等的這些 那現在因為我們 要控無人機條例 大概都已經放寬了 所以這些用法 目前應該都大概沒有問題 那有一些還在測試那個邊界的 現在正在所謂的沙盒 就是一定時間 然後一定範圍裡面 先試試看這樣 可是這也算是公民科技的一環對不對 當然啊 有些是大家都可以用 對嘛 就是說 您講的沙盒那部分的話 就是說 有一些部分他其實是用到好的地方 然後有一些部分的話 他其實現在還可以測試 對 可能用到不好的地方 那如果不好 他就不能出沙盒 我們就說以後你要換一個方向 理解 就是那個比較好 好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我進入到就是 剛剛就是我們比較是心態上面的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剛剛你提到的番茄中 就是那個 但是我這邊沒有用 那個是擺在後面 就是 我們有講到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學習力的部分 那大家都知道說 唐鳳是一個很愛學習 學習不錯的人 對啊 學習很開心 對 然後就是 你也這樣覺得 當然 你不會覺得很累 因為學了會練習 就是從學到練習 中間很短的時間 我學到什麼 我就趕快試試看 這樣子 學而實習之 不亦樂乎 你平常會 你的消遣語樂是什麼 學習啊 學習 你會看漫畫嗎 會啊 當然 你最喜歡漫畫的 我每天固定看的 大概 XKCD XKCD是最常看的 XKCD XKCD 有空再看 有空再看 好 這是每天都會看的 當然就是 135才更新 所以每兩天看 好 了解 所以就是 如果說我們說 不是學習的話 這個是我們 音樂呢 你最喜歡的音樂 我記得你有提到過 我記得 就是訪談 你有提到過 但你的資料 你要想看我一個人 要把你的資料 從2016年 到現在 然後還要聽 看心情 就是饒舌 還是很喜歡聽 對啊 所以你就喜歡 你就是你的好朋友嗎 就是Rap 對啊 沒有 Freddy他是 他不算饒舌吧 Freddy有唱過 算饒舌嗎 對 他是黑死 對 你有在聽喔 有 我以為你沒在聽 他有在聽 就算不聽 也會被偷放到 對對對 好 因為我本來很想問他說 我們這樣子 我等一下 好 好 這是 就饒舌嗎 對不對 電影呢 就像你講的一樣 就是我已經知道 因為 我看劇本比較快 看電影比較慢 所以 不太有時間看電影 對 那但是 有一些沒辦法 看劇本的電影 就會去看 好比像說 這位就有推薦我去看天囊 所以我就去看了天囊 喔對 很好看 對 那還蠻騷腦的 也還好 很簡單 對愚鈍的人 其實 我看的時候也看不懂 就感受他 但是 看完之後睡了十小時 醒來就都看懂了 你跟你講這種話 你要教人家覺得 誤會也很難啊 為什麼 你變成文字之後 就是說 我看不懂 然後我睡了一覺之後起來 我就懂 隔睡十小時很長耶 加班 問題 問題是說 你睡覺是真的睡著了 然後 你醒來 怎麼會就懂了呢 又不是 因為他那個道理很簡單 道理很簡單 那他道理是什麼呢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到底是什麼 就是 簡單來講 就是 他對於時間的順向 跟逆向 他盡可能的去 在特定的時間點 好比像說 他們進到那個 飛機的那個倉庫 上面的玻璃的那個裂痕 到底是怎麼來的 因為 他不可能玻璃一出場的時候 就有裂痕 所以他必定是 有他所謂的 就是他在最後 他必須自己回去 去抽換那個玻璃 到有彈孔的玻璃等等 簡單來講 就是說 他所有裡面的這些悖論的 就是 挖解 全部都是靠人 也就是 像 他開車發現在那邊翻車嘛 那輛翻的車自己翻回來 然後到道車開始走 後來發現是他自己 逆向開過來一輛車 那但是你要問的問題就是說 那他這個翻車 在此之前 到底是什麼狀況呢 總不可能高速公路上 一直都有一台翻的車在那邊吧 所以一定有人 要把他拖掉走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基本上 他就是類似 機器降神 這樣子一個概念 機器 機器降神嘛 就是說 沒有辦法解釋掉的劇情 他像古希臘的那個演戲一樣 最後有機器降下一個神 就是全部都解決了 所以他把大部分的這種細節的部分 所有的 loose ends 都用機器降神的方法去說 那反正就是主角之後 他一個人想盡辦法 去把這些看起來不合理的地方 這種人工的方式 一個一個去解決了 他最後是 採取這個方式 而不是 就是 讓人可能覺得比較合理 但是感受就沒那麼好的 純粹物理學的那個方式 所以他把它看成是奇幻小說 比看成科幻小說 會來得容易理解 但是 如果你要把它往科幻的那個方向去解釋的話 那就有非常多 就是他要手工清調的部分 對 所以 對對對 我想好久 你好厲害 對 所以其實 等一下 所以 你 我在您身上感受到就是說 其實你那個畫板 微簡 我可以這樣形容嗎 那個功力其實很強 對不對 那 這個部分是我要請教您的部分 我們可以 你是怎麼樣 別人怎麼做 可是 因為您也知道就是說 跟明天的金馬沒關係 可是 除了天能之外 有沒有 我想跟您請教一下就是說 那 大家都在說 今年因為疫情不能出去嘛 然後 好 那邊也受狀很重 這樣 可是我在您的那個就是 那天不知道誰給我看一下您的那個FB 您好像 您最近看的國片是 嗯 我最近看的 親愛的 房客是不是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吧 有這一部 有這一部但是我沒看吧 可是你的FB上面 或是你的什麼 或有人穿 就是 因為你知道現在 只要你的所有的東西 我不知道為什麼都會到中 我理解 我理解 我最近看的國片就是 我自己貢獻給金馬的那一次 因為羅盛俊跑來找我 然後要我給一支短片 然後他要在金馬的搬甲店裡放 所以我就給了我第一次 試著用大同的三人電鍋 幹證口罩成功的那一個短片 那時候還在家裡試 然後發現真的還不錯 還管用 那所以後來就找了專業的導演 拍了這個多國語言的版本 理解 所以我最近看的國片是他拍的 叫做幹證口罩 那叫三國片吧 應該三國片 翻起來很多國語言 好 好 那我 我 了解 平常休閒 好 那所以剛剛我們講到 我要怎麼接 我還沒看其實哪一步 就是那個 所以就剛剛我們講到 化繁為解 那你平常你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知道說 就是 剛剛其實我們講到 所謂的理性跟感情有沒有 我扯到康德斯太遠 這如果有機會 您 您 您 有時間 如果您 您 您有這個願意 或是我參加你的青年論壇 大家都在那邊去發言好了 我不要浪費你寶貴的時間 對 不然我其實很想要跟你討論 康德斯 就是化繁為解的 你平常是怎麼樣 就是 就我在理解您的過程當中有沒有 對 在遇見唐鳳 就是在了解您的過程當中 化繁為簡 就是 您通常都是怎麼做 因為我知道 像您講的一樣 其實影像都 兩小時可能就完 但是劇本厚厚的一堆有沒有 可是 您剛剛講完一句話 你說 看劇本 其實比看 比較快 但是 但是 我們也知道 文字的習中 比影像其實來的慢 因為你要一個字 就像說我剛剛跟你分享的 我其實在聽零上是 那個一個字一個字的那個 我才慢慢 我才理解你講的溝通跟 溝通跟對話這樣 那台灣人到底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化繁為簡的 你怎麼實際怎麼做的 你說 在看完天冷之後 那十小時發生什麼嗎 沒有 無可奉告 因為我在睡覺 我已經失去意識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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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只是一個例子而已 我講的是說 你平常處理事情 因為我覺得 你應該 也是有很多事情 即使禮拜二 禮拜五 下午 就是說可能 比較輕鬆一點 但是你其實也是 那個 努力成功 然後事物繁多這樣子 但是你可以很快速的消耗掉 很多的事情 而且馬上抓到重 這也是一個能力 對 那這個東西 我相信 反正也很多人 也很多 好 不管 那您是怎麼做的 因為我覺得 這個應該也是 界定器 很多人想要知道 對 OK 如果現在講的是說 大量的文字資料 要在裡面怎麼樣子快速抓出重點 對 那 有一個很簡單的做法 就是 就是 就像剛剛講 你可以練習聽別人講五分鐘 腦裡不要升起判斷 這很困難 那至少不要打斷對方 這個比較容易 那同樣的就是 你在看文字資料 假設它 你說後後一跌兩百頁 你也不要打斷它 那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 如果你看到第二十頁 腦裡面就升起一個判斷 然後就打斷它 那這樣的話 你到第二十一、二十二頁的時候 你是已經拿著在第二十頁的時候 形成的一個成件 來了解第二十一頁以後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 你就很難抓到重點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被前二十頁錨定了 這個叫錨定作用 或錨定效應 對 對我來講 我說不定會做一些筆記等等 但是我絕對不會去打斷那個敘事者 我就會整個到兩百頁看完 看完之後 再去想重點在哪裡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容易的 那當然現在就是 也有一派人在推廣這個大量閱讀 差不多也是同樣的一個論點 但是我會覺得這跟傳統上 所謂那種大量閱讀不太一樣 因為所謂大量閱讀 它的概念比較是說 閱讀本身就是好的 那但是我的意思比較不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寫的人 他有一個一致的理念 一個一致的意念 這個意念當你讀完之前 如果你就已經先去想那個意念 是什麼的話 那是屬於腦補 大概都是你自己本來的意念 不是真的他的那個意念 對 兩百頁的東西 怎麼可能看二十頁 就知道他要講什麼 對所以就是說 不要自以為是 那不敢自以為是 看完兩百頁 再去抓重點 這個時候 因為你已經有他的 腦裡面 我們叫做一個 design integrity 就是一個 它的設計的那個一致感 已經放在腦裡 這個時候抓重點 就突然變得非常容易 因為你已經看完了 對 所以大概就是 不要過早的下判斷 這是最重要的 不要太早下判斷 對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要非常大的 集專注力耶 嗯哼 對不對 這要非常大的專注力 不然 你要看兩百頁其實 尤其是 我知道 你各種語言 你都要讀 嗯哼 那你怎麼樣去讓自己 就是說 存於這種 就是這麼極致的 強的專注力底下 可是其實你如果 快速捲動 就是你只稍微掃一下 有點像是 一般人滑手機的時候 的那種看法 就是skimming 就是快速看 的話 兩百頁並不多 就是你看的時候 除非你在腦裡 把每一個字都發出聲音 對 那樣的話 兩百頁是很長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 快速掃過 那兩百頁並不長 兩百頁就還好而已 具體一點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什麼叫快速掃過 因為我沒有辦法 就是只是看那個目錄嗎 還是說 不是每一頁都看 但是在腦裡 不要把字念出來 我可以理解 您講的看兩百頁 不要先下判 不要先下判斷 我可以理解 但是 但是你說快速掃 是什麼 如果我們現在手上有一本書 通常你會怎麼樣去看 你說真的書嗎 對真的書 好啊 對 因為比如說您看了 說上次 像那個 我也買了那本書 就是你講的那個 就是不正義的那個 認知的不正義 對認知的不正義 對認知的不正義 好書 對 所以我們就直接 開那一本好了 對 對 來這個 對 好 所以狀況是 好比像說 我們要 我先捲到第一章好了 像這樣子 沒關係 你對鏡頭好 對鏡頭 這樣嘛 對 所以我具體的 好比像在睡前 如果要看這本書 然後看法就是這樣子 每一頁大概停留幾秒啊 這是兩頁 對 大概2秒 2秒到5秒之間 每一頁 對 每一頁約2到 5秒啦 差不多5秒 然後原文 英文對你來講 不是問題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這裡面其實它也沒有 它的那個 因為我那 它也沒有 轉了一個讚 它也沒有 它也沒有那個 就是 所以剛剛10頁就過去啊 所以200頁並不多啊 那所以 200頁乘上5秒 那就是1000秒 1000秒 六十 對啊 就不到半小時啊 那接下來你會怎麼做呢 就是說 去睡覺 去睡覺 然後呢 然後醒來就大概腦裡有個結構 你在 其實 我一直沒有辦法理解就是 你是真的有老婆的 人大概都有老婆了 我我我我我 我人啦 我意思是 為什麼你睡覺起來就會有一個結構啊 就像你看天人 天人 天能一樣 因為睡覺的時候是人把短期記憶裡面的印象寫到長期記憶 是一個畫重點的過程 那所以 本來在睡眠的時候就會把 覺得明天還用得到的東西 值得寫進長期記憶的東西 寫入長期記憶 那人寫進長期記憶的方式是靠聯想 就是我想到一個關鍵字 會想到另一個關鍵字 會想到一個畫面 我想到另外一個印象等等 那所以 這種長期記憶的聯想 對我來講 這個視覺印象 我其實不會記得那個字型 我也不會記得那個字的大小 也不會記得那一頁的顏色 我記得就是一些關鍵字 以及它們中間的聯繫 所以我非常依賴群文簡索 因為我會大概記得這個概念跟這個概念有關念 但是如果沒有群文簡索 我沒有辦法回到那頁去 所以對我來講 紙本書是特別不好用 就是我這種閱讀的方式 只有靠群文簡索才能做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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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幾乎應該都是電子化了吧 當然 理解 就算只有紙本 也會用自動靜止掃描機掃起來 掃完之後用OCR 又變成可以群文簡索 理解 理解 懂 這樣子我就比較能夠理解 你為什麼醒了之後 然後您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嗯 對 您剛剛講的那個部分有沒有 就是睡覺 就是畫重點的過程有沒有 那個是有科學依據的嘛 因為其實我們談兩次 您都這樣講 可是 但是 你說人在睡眠的時候會把短期記憶變長期記憶 而如果沒有睡夠的話 基本上就不太記得住東西 這個有啊 有非常多實驗證明 所以真的要好好睡覺 是 嗯 可是睡起來之後 你都不用想一想 你就會有結構 會有結構 但是反而我如果要把這個結構解釋給人 我還是得回去用群文簡索追溯到為什麼是這樣子 就我不能就是亂講 我還是得回到更具有的地方 但是因為我腦裡已經有結構了 所以我這樣子去調取 跟這個結構相關的資訊的時候就比較快 因為它是Random Access 就是是想到什麼可以直接跳到那一頁 對 所以其實 不是循序的 不是循序的 對 所以等於是說其實你的腦子已經變成是一個掃描機了 嗯 可以這樣講啊 就是說是批次的在閱讀 就好像有些傳承機你禁止之後 你紙就可以拿走 它慢慢不好 這一般很做得到嗎 可以啦 一般都是這樣的 最難的部分是 不要一面看一面想判斷 這個是最難的 其他的很好 那一面一邊看一邊想啊 那還是會 就是說你的想分成兩種嘛 一種是說 你對這個作者的看法 你形成自己的一個見解 這個是詮釋性的想法 那另外一個只是你自由聯想 就是說我看到這個字 我想到過去的一段回憶 想到一個情況 感受性的聯想 感受性的聯想無所謂嘛 因為它是為這些字增加色彩 但如果是詮釋性的話 那你變成共同作者了 那你接下來後面的部分 就未必能夠用作者的見解來看 是 是 一切 所以其實 其實你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對 要理我 我常常會有點那個 那摘 摘要 所以其實 我很抱歉喔 因為其實工作有什麼虛擬啊 那那個 你會不會摘要 會嗎 你剛剛講你會摘要嗎 有時候或是化重點嘛 摘要是發生在 我不知道這樣理解有沒有錯 摘要是就是 比如說你在快速掃過 每夜五秒的時候對不對 那時候會摘要 不會 醒來之後回去摘要 醒來的時候 然後 摘要 然後有結構 理解 好 那你摘要的時候有沒有一些跟人家比較不一樣的方法 大概就是會用筆 我基本上不太用鍵盤 也不太用語音 大概就是用筆最多 就是你的那個 就是Apple Pencil 對 就你上次有提過 對 然後你會下 comment嗎 有時候會 對 有時候會嗎 看情況 好 理解 那你認為什麼樣是好的 就是所謂的好的摘要 然後好的結構 什麼樣是壞的摘要跟壞的結構 我有收穫到是 就不要千萬不要 一邊想一邊下判斷 然後我也能夠理解他的好處跟壞處這樣子 對 可是這個真的好難喔 就是說 我不是說不能下判斷 是說到一個段落再下判斷 就好像說如果對方已經準備好 一段話要跟你講 但是對方才講前兩句你就打斷他 這樣子他真正意識你是沒有辦法知道的 根本不可能 就算你覺得說我懂了我懂了 那個都是假的 那是腦部嘛 是虛幻的 對所以 不是說一定要一整本看完才能下判斷 但至少 就他還到一個段落嘛 一章結束 或者是一個主要的論點完成 或者是一個主要的論點完成 或如果他是小說的話 一個故事寫的 那個時候再來下判斷的話 會是一個比較中整的判斷 欸跟我們很好奇耶 那像譬如說那你到立法院去 去被受質詢的時候 對 一共發生零次 蛤 我不上質詢台 對他那天跟我講說你要質詢 所以時間會很難 我是背詢 我是陪院長去幫院長加油打氣 但是我不用上質詢台 哦 所以你不用去判 你不用去碰到那樣的狀況 對對對 我有旁觀了 旁觀很多 OK 那如果假設遇到 因為我看你來訪的那個就是 你來訪的那個客人其實也很多 對啊 那如果有遇到有很多就是 比如說 像有時候我的習慣也不是很好 因為我們有時候 礙於時間手兵 也會常常打斷別人 算是啊 那沒關係 那你怎麼辦 那就被打斷胡說啊 那如果你遇到就是說 他一直不斷打斷 因為那是你的損失 不是我的損失 對 我也是這樣覺得 對啊 可是如果你遇到就是說 就是那個 反過 剛才是反過來 就是那個 我打斷你的話是我的損失 對不對 但是那個 哇塞 你怎麼那麼有自信啊 然後 如果是反過來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去判斷 因為你會多問我一句 對啊 對 就這樣 了解 非常簡單 好 想一遍才下半段 好 另外再來就是說 所以 其實也因為你這樣一個思考脈絡 因為我發現你在講述一件事情的時候 還有文字成書的紀錄裡面 脈絡這兩個也常常出現 那有了脈絡 有了思考 有了脈絡之後有沒有 其實你就會下判斷 就跟你那時候 跟你的朋友在進行 就是 我們今天共同來寫一個 那個 城市語言的過程一樣 其實你的脈絡都是 那過程是一樣的 那中間有一塊我想再跟您請教 就是說 那 是不是 我的答案已經忽視一出 但我不能這樣講 就是說我要問的是說 那怎麼樣去行購出你的 如果今天我不要說你是個天才 那你怎麼樣快速去反應跟下那個判斷出來 因為其實就像其實拋開一些學術理論 其實你的反應很快啊 嗯 所以呢 所以就是說 你怎麼樣快速去做出那樣子的反應來呢 就是不管是 詭諧的或是理性的這樣 簡單來講就是我全身關注 我腦裡沒有別的東西在跑 我沒有分心 我沒有覺得一定要划個手機什麼的 就是我注意力在 就是我在場 我在現場 這樣就可以了 最簡單的 可是你不累啊 我們彈了三個小時下來 那個要很很 要很專心耶 還好啊 而且你眼睛不會累嗎 完全不會 那是因為 那是因為 譬如說 你碰到的是像我這樣一個素人有沒有 然後問的問題不夠深入這樣子 然後 如果你遇到的是一個 譬如說是一個學界 或是一個那個 不怕我跟浩浪瑞也不覺得累啊 都OK啊 或是一個 有論理的 你這樣三個下 或是說 有沒有人問過你 就是說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快速下判斷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 應該不是說 怎麼樣快速下判斷 而是怎麼樣可以 你不大 不大 就是打斷別人的情況下 比較完整的理解 對方的脈絡 因為等你完整理解之後 其實下判斷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下判斷之所以困難 就是因為 在心裡有很多不確定性 你不知道什麼情況下 是這樣好呢 那樣好呢 或者是這部分的機會成本多高呢 那一部分 它的什麼這個 就是你知道 就是備式定理的 這個prior 這個這邊的prior多還是prior少呢 你越多需要心證的部分 判斷就越難 因為沒有什麼客觀的東西做這樣 但是 如果一開始都不下判斷 是等客觀的事實 以及各方的感受 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下判斷是再容易也不過的事情 所以當然可以快速做到 因為火候都已經到了 對 對 所以這時候就很接地氣 對 對啊 那你如果是蒸籠正在蒸的時候 就你每五分鐘很焦慮去打開一下 它永遠沒有蒸好的一天 同樣的 不好意思 你可以幫我們舉一個例子嗎 蒸籠不算例子 蒸籠是會寫進去 但是發生在您身上的例子 就是說 就是除了 就是您之前有提過最近的 嗯 OK 最近的一個例子 最近的一個例子 我們還沒有解密 所以不能告訴你 對 那最近是什麼 嗯 那 最近的就是今天的例子 是關於那個 數位身份識別者 但是還沒有解密 所以不能跟你講 那 所以再往前面的例子 嗯 今天網路上已經討論了 對對已經有了 對 再往前面的例子 我想可能是 真心三倍券 對 三倍券的時候 確實 有很多朋友 在當時覺得為什麼不發現金 然後 在當時就是 為什麼不發現金 這個是最難決定的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發現金技術上 再容易也沒有了 日本就是發現金的 那 而且日本發現金 雖然一開始就是 特工網路申請 也碰到一些障礙 但是後來他們 因為買難不夠普及了 但是後來也感謝這個 那個護索人員 擁搜填報 也就是加班嘛 等等的情況 那最後還是 大家多多少都有收到 疏困禁 我這段是專門 講給日本朋友聽的 那所以 你看你 有沒有心機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就是後來當然 有聽說 有什麼行政改革 數位挺 什麼很多論點都是 基於這個發現金的概念存在 對 那但是在台灣我們這邊 也有很多人說 日本都發現金了 人家現金國家 我們為什麼不發現金 但是我們當時 不發現金的一個判斷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認為 而且後來也證實 日本這樣發現金的方式 就是讓大家儲蓄增加 但是消費反而減少 因為就像剛剛講到的 你去捐錢的時候 不會特別去想 同樣的錢 存進你帳戶的時候 你也未必會特別想 所以對你來講 你要存著 你不需要額外再做事情 因為錢已經會進來了 你要去花 你要額外再把它提出 所以從這個就是 最小阻力路徑的角度來看 存著比較簡單 而消費比較難 所以它並沒有達到 真正意義上 振興經濟的這個效果 可能有一些紓困的效果 但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希望大家能夠出門 去告訴這些零售業 告訴這些業市 告訴這些小攤販說 這個你這幾個月辛苦了 我們現在回來支持你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不但不能發現金 而且一定要變成 不管是當面刷卡 當面行動支付 還是當面給那個很漂亮的 那個印刷的三倍券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當時的那個判斷 是奠基於已經了解到 大家很想要領現金的這個感受 但是又了解到在事實層面上面 我們真正的目的 是要去讓零售業 小吃攤飯等等這些朋友 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而這種溫暖的感覺 你在大家的帳戶裡放多少錢 都沒有用 你真的是要促進大家真的走出去才有用 那最後 溫暖 對 溫暖跟走出去 溫暖跟走出去嘛 那所以你在螢幕後面刷卡 是沒有三倍券可以拿的 只有走出去才有 所以這個情況下也真的很有效 因為我們大家可能現在都有聽說嘛 我們到了9月 我們的就是零售跟catering就是餐飲 已經到達就是1999年後史上最高的營業額 所以表示這套真的有用 而且我們出的錢2000你出1000 但是西文跟全家也出1000 或者什麼攤飯也出個10002000 就四倍券五倍券十倍券嘛 所以它變成一個梗 就是大家會告訴大家的一個東西 所以它也有時候會創新的成分在 就是不完全只是政府的一個政策而已 所以你如果要我舉一個最近我運用這種 就是乍看之下是快速下判斷 但其實這個判斷很好下 因為事實感感受都已經充分收集了 那我會舉這個例子 但是我也要特別聲明說 這不是我一個人在下 也包含像郭敏欣老師啊 沈永錦老師啊 組長院長等等 理解 溫暖和走出去的前提 我三倍券到現在還沒用 那對啊 沒關係啊 你還有一個多月 還有在我的包包裡 對啊 一個多月 不過你花了1000塊錢 最好還是會用 欸對耶 我都忘記 對對對 後來想說沒有用就好了 我還學得很誤鬼 對耶 我都忘記 好好好 對還好 謝謝您的提醒 對 我一直以為那3000就是什麼樣 不會不會 對沒有我可以幫過庫感謝你 我真的忘記 好 好 謝謝您的例子 那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同樣的就是說 從這個例子裡面 我聯想到就是說 我那時候就是 一樣在整理您的 就是一樣在看 就是您很多的論述裡面 您其實一直有強調一個東西 就是說 就是說所謂的社會決策 政府決策 不要是追求最大的效率 然後 而是要追求最大的效益 對嗎 效益 效益 對 Effectiveness 而不是Efficiency 他說沒有英文的 他那時候他寫不要追求最大的效率 然後他的文整句是 而是要追求最大的彈性跟活 對 對 對 彈性跟活力 也可以啊 都一樣 那這個是不是這個 這樣子的概念 是不是也反映到 你刚刚在讲 三倍卷的这个决策上面 而且民间也会给我很多想法 说那虽然刷三千可以零两千 他这两千想要捐出去 那为什么他不能用一个捐款的爱心码呢 因为其实以前捐款的那个捐赠码 只能捐发票 那像我就是捐给这个140 就是五六四二一四零 对四十分之一 一共文教基金会 不是协会 但是就是这个捐赠码 虽然只能用来做发票 但是并没有任何法规面临限制说 我们不能把它用一个 机器对机器的API桥接过来 让我刷三千的时候 我心里也觉得很好 因为我两千就捐给这个 移工的就是教育的这个协会 因为移工是没有三倍圈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很公平 所以我就想说我刷三千 我至少捐两千给他们 这样子 那所以像我这样子一个起心动念 也让我比较愿意去用数位三倍圈 而数位三倍圈 其实平均每个人都刷到五千以上 所以其实这个对于就是振兴 是更有效果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当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德国记者 跑来社创 跟我也是像这样采访 就是说他顺便提一句说 哎 移工没有三倍圈的 能不能解决一下 那我就解释一下 为什么没有他就那我要捐都不行吗 我就说对这个很好 我想一想怎么捐 那后来我们就写成诗 就把他这个概念做上去 所以这些创新都不是我很厉害 而是有人跟我讲的时候 我愿意不打断他 听清楚了之后 就变成政策 其实就是您之前讲的 那时候 叠家或叠代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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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开门造居吗 你行你来 对啊 对啊 我刚刚就是要讲那句 就是那个 对 就是您在这次的专栏里面 开门造居 然后 你行你来 对 嗯 理解 好 另一个再来就是 很抱歉 真的 这不是 就是 就是那个 所以 其实 您有讲到 那个上次 那个那个 有讲到那个 转译的能力 因为您讲 也有讲到嘛 就是说 嗯 在这个 就刚刚我讲的 三种能力嘛 就是 一个是 Translation Rotation Scaling 对 还有一个是 解决问题的能力嘛 然后还有一个是 全面一点章的能力 还有是什么 我会考的脑袋 要有点准 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对对对 嗯 好 就是 呃 算了 不要忘记这个了 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 你其实都已经回答我了 对对对 我们可以回去听录音 就OK 对对对 这其实你都已经回答我了 我没有办法 嗯 是是 理解了解 对对 那另外一个部分 因为一定要靠你的口讲出来 这样子 嗯 我把一个 等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 还是这个 还是在这个范畴里面的 时间管理 除了番茄中之外 对 那还有其他的吗 因为像比如上次 我就 你不 番茄中的那个理论 有没有 每 就45分钟嘛 25 25 然后休息5分钟 25分钟 休息15分钟 休息5分钟 25 25分钟 可是我们 我们对谈 你也没有25分钟休息一下 对啊 当然 但是我就是 因为大部分时间 是在听你讲话 所以 就还是有休息到 嗯 而且 而且那个在讲的是 一个人埋头工作 那你平常的时间管理 是怎么做的 所以我会内化那个番茄中 所以 每次接近半点钟的时候 好比像说 现在我们可能只剩10分钟左右 对 那我就会觉得说 那差不多要开始收尾了 对 这样子 那 除了这种内在的时间感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每天睡够8小时啊 那 大概都是晚上11点 到早上7点左右 那这也是生理时钟嘛 那其实也没有 别的时间管理法 就这两个而已 啊 那这个留给他 下次来问好了 对 对 谢谢 我不是什么时间管理大师啊 那个是别人 对 隔壁棚 对 对 但是他们大家会很失望那个 嗯 好 另外再来就是说 这是我个 我个人的部分 是是是是 我个人的部分 就是 我不是有跟您提过就是说 您上次有提到就是说 您之前最常看的是道德经嘛 对 然后后来因为读了很多次 还有最近比较忙 你其实比较少看了 对啊 然后你有谈到墨子的部分 对啊 那墨子的部分其实他比较 前来的肥工什么的 对 对 然后他比较偏向于政府状态 对啊 那您可不可以就是同样的不好意思 就是借由您的口来讲一下 就是说就是可不可以 因为上次我们大概只有阐述比较短的部分 就是说您觉得您只有谈到墨子的部分 有没有 对 那可以谈一谈这个跟您讲到的 所谓的那个就是网路不政府状态 跟那个就是网路安那期啊 嗯 那个有没有什么关联 或者说你从中得到的那个就是收获 嗯 OK 我觉得蛮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嗯 因为它的概念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自然的原理 在就是各地都是一样的 所以每个人可以去了解到这个自然的原理 然后借由这个共同的自然原理 来进行就是彼此之间的互相的沟通以及讨论 那建立在沟通以及讨论上面的这种 交换讯息的这种模式 它有个好处 就是它不依赖于某一个特定的英明的领导者 它没有那个中心化的问题 但是你必须要先有这个互相约定好的这种 同样的自然原理 不然的话连互相讨论或者互相交流都做不到 那这个中间的就是所谓的protocol 就是邪嘛 对那就是一个准心 然后大家三个力气可以集合在这个准心上 就是说文解字啦 对的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这个准心就是大家约定好的 但这个约定又不是纯粹 每个文化不一样 因为它是奠基在一些自然原理上面 那这些自然原理就是大家共同的 所以大家越去了解这些自然原理 就同时越了解任何人之间沟通需要 知道什么需要注意什么等等 那这个我想就是各地不要说莫子或毕达格拉斯或谁 但大概都有提过非常像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也不觉得这是特别哪一个学派的说法 唯一的差别只是说 因为后来就是有中央集权的这种正体出现 所以凡是有这种正体的地方 都不是很喜欢这种学说流传 那这是当然的 因为这种学说越普及 那就越没有办法维持一个中央的整体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文艺复兴是这个 这个renaissance嘛 就是重新发现这一些自然原理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一定要把他特别硬要往末家或者往就是某个中古的思想家去进行联系 因为好比像说你喜欢的某一位思想家说全天下怎么保持和平 他也是用一些自然原理去推导出来啊 那就是康德的达到永久和平的那几个步骤嘛 对对对对对 那后来变成联合国的基础嘛世界人权宣言 我没有特别喜欢他我只觉得他东西非常难懂 然后是这样子对但他就是说 就是他的概念就是说你不需要是康德你也不需要听过康德 但是你从同样的一些自然原理来进行推导 然后你如果想要就是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话 你自然会达到一些非常类似的见解 对那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不是靠一个学派的学会 学法学什么东西 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透过实验透过推理等等去了解到自然原理 这个就是科学啊 所以任何这样做的人就是在做科学工作 那当然墨家在早期做了很像科学工作的一些事情 那但是我想科学工作也不一定一定要尊墨子当什么 或鲁班先师什么 我们才能够做工程也不是这样子 只是说以前有出现过这样一种讲法 所以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说 其实如同您讲的我可以理解您要阐述的重点 可是相对来讲是不是你不太喜欢过去传统就是所谓的儒家的那一排啊 也不管我刚不是也说学而实习之乱 福利乐乎吗 对啊是很开心啊 所以让我一直拍桌子这样子 对学了东西常常练习很开心啊 那我可以说就是说其实相对来讲 你也是一个蛮杂学的人吗 可以啊 当然啊 那你这种杂学跟比如说像我们在讲就是说 过去那个商界的李嘉诚先生 他那个杂学有什么不一样 我不太认识他的学习过程 你难以评论 对对对对 你不用评论 就像之前那个王源武那边 关我说我跟王源武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好那我不需要讲讲这个人 就是说我最后对我知道最后要收尾了 就是说 对对对 我想问的就是说 因为杂学的定义很多人其实会觉得就是反而我乱看就好 像张宏志先生他其实他有讲说 他包括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他在当编辑的时候 他其实他连一张DM他都要看 对当然 对 那我不知道就是说您对于杂学的定义是什么 因为我有跟你提过就是说 其实感觉上还没见到您之前 会觉得你好像看的东西都是 都是都是都是 比较有感觉就是 好啊 社会价值认知的 说经典吗 对啊 你至少会看鲁平逊的配偶记吧 我有看鲁平逊的配偶记 我有看鲁平逊的配偶记 那个 但是那都是经典啊 对 其实 你有看解有杂货店吗 那是什么东西 对啊你看 真的没有 对啊 对啦 我为什么看经典的时间比较多 是因为我觉得看经典单位时间就是吸收到的资讯比较多 这是真的 就是他资讯密度高嘛 那就好像说同样是口袋 但是你放一张大钞 你可以折算成很多小钞 但是你如果要看很多小钞 去把它累积到一样的金额的话 那你口袋就要就是装很满 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嘛 那一个经典里面它蕴含的资讯量 像道德经 里面蕴含的资讯量 那我们如果要全部展开 可能要十倍一百倍的篇幅 才能够展得开 但是因为它就是用很短的字就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只要把那些很短的字的结构记清楚的话 那展开十倍一百倍的工作 我实时需要做的时候 再把它展开就好了 有点像是这个加水还原 那种萌缩食品那种感觉这样 对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对我来讲 我并不是为了大量阅读而大量阅读 我是因为有一些研究工作想要做 我有一些想要回答的问题 我有一些好奇心 有些未知 我想要把它带到一支世界来 所以才阅读 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是比较工具性的 我不是只是享受阅读而阅读 那个也有就是读小说 那我如果读小说 我脑里是会发出声音的 绝对不会去快速扫描 因为不然就破坏看小说的意义了 对那但是就是非小说类 知识性的东西 我们这些知识的点击 为什么从经典先看 然后再看它的衍生物 就是因为说 因为我要急着解决问题 而我能够阅读的时间有限 所以我不如就是找一些 我知道看了马上就可以用 就是学而实习知道 看了立刻就可以练习的这些东西 那我也承认这是比较工具性的 一种阅读策略 这个是因为说您当政委才这样吗 还是不在过去到现在就是这样 一直都是这样 一直都是这样 一直都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对我来讲 如果没有一个专案 没有一个想要解决问题 或一个想要了解的事情 我没有学习动机 我没有办法只是因为 就是考试一百分而去念书 没办法 那你为什么会认为 就是简有假后电 它引不起你的好奇心呢 我已经引起好奇心了 不用不用不用 因为我最后一个问题要解决 要解决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没有因为它已经演化 它是小说吧 就是有一个日本的推理小说家 你应该知道 东野亏武 你不用不用不用 就牛奶香啊 口琴啊 在天上祈祷啊 这些什么 对 这不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你 我也是有兴趣 但那是小说的部分 那就我放松的时候 那就不是阅读策略 你这跟经典不经典就无关了 小说的话我没有调经不经典 可是如果我后面没有追问这一段 其实真的会产生一个误解 就是说 因为我刚刚其实有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你在阅读的时候 你怎么阅读 那我会觉得 那个是你阅读的习惯 可是其实你真的要表达的 对 那是我工作的习惯 对 就好像是说 我下了班 我也不会在那边剥番茄中 不然找自己麻烦吗 对啊 对啊 对对 谢谢 对 也谢谢你告诉 就是我把它听完 还有你的 你愿意多解释 不然真的 真的是会误解 会误解说 工作狂 行车时间都在工作 还有人家会觉得 讲的好听 讲的戏略一点 就是精神分裂 然后讲的不好听 都会觉得说 那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社会价值底下 很工具性的一个人 为什么你来讲那么 现在精神分裂是叫 思觉失调的 但是对我了解 思觉失调也没什么不好 思觉失调其实也是活在一个 可能活性的世界 对啊 最后您给我一个时间 虽然我礼拜一还会见到您 还是说您在营类了 我还好 请啊 我没事 你没事 只是有人要加班而已 所以我们还是 没关系 就是请说 但算了 他不好 他可以下班 我就自己把摄影机按停就好 我礼拜一还会来啊 好啦 所以你最后一个问题 谢谢 我想问的就是说 你觉得你录个 因为这个问题比较长 所以我们留在下一次问好了 你可以先认识一下 好 可是我不希望你有准备 真的 不希望有准备 因为我刚刚 当我听到你讲 好我先把问题讲出来 不要跳掉 因为我知道我的逻辑跟 我的脉络跟你的脉络 是不太一样 就是 我讲的脉络是我们的思考模式 我知道我以前 就是我想问 我想请教是说 就是 你录个前跟录个后 你觉得变化比较大 是什么 然后是要比较具体的 对 可是我不希望你很短的 去把它结束掉 了解了解 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 好啊 OK 对 还有就是我也希望说 他就是整个整本书 就是就是 我所谓的预见 就是那个预见 其实是有含义的 而且我录个也四年 超过四年了 所以就说 在这四年来 有没有什么变化是就是 在这四年里面发生的 应该这样讲 对 我会觉得 可以关掉吗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边 那如果各位 对我这四年来 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记得按赞订阅 再开启小铃铛 拜拜